四朵金花给父母亲拜寿 可母亲闲凭爱抚是个失利眼 大女儿嫁到光幻之家 夫妻俩送了一只玉如意 主爹爹吉祥如意 福寿绵长 二女儿嫁到商骨之家 送了一座赤金寿星 主爹爹 开心开心开开心 一旁的母亲两眼放光 开心的合不拢嘴 而最小的女儿还带字龟中 便和丫鬟玲珑一起送了一只赤金龟 长寿长寿长寿 三位女儿的礼物十分厚重 深得父母的喜爱 眼看即使已过三女儿却迟迟未到 母亲十分不高兴 便吩咐管家寿宴开始 从昨天等到今天 连个人影都不见 好像这个寿是给他住的一样 不等了 话音刚落三女儿和三女婿姗姗来持 一向和三姐交好的小女儿 急忙上前相迎 只见两人衣着苦素十分寒酸 母亲看到两人直接视而不见 真是独眼龙看女婿 一目了然 三女儿急忙拿出亲手缝制的鞋子 作为寿女 父亲拿起一看 一脸慈爱的直夸女儿心灵手巧 穿在脚上一定很舒服 可一旁的二女儿不屑一顾 这种鞋在我们家 连下人都不穿的 管家 把它送给叫花子 果然没有钱连妈都不认 更何况是兄妹和外人呢 幸好善良的小女儿及时阻止 她认为三姐这个礼物 是所有姐妹中最珍贵的 也是最有心的 三姐从小到大都让着她 这次轮到自己让三姐了 于是主动把自己的寿礼士金龟 和三姐的寿鞋交还 母亲没办法 只能不情不愿地将寿鞋留下 为了缓解尴尬 父亲告诉女儿女婿 大寿过完以后 她就要告老怀乡了 此话一出 大女婿立即嘴甜表孝心 愿把二老接过去安度晚年 这时二女婿急了 争抢得让岳父岳母去她家 毕竟她是商骨之家有的事钱 毕竟钱多了就可以尽最大的孝 尽最好的孝 并且承诺只要二老愿意去 她花重金为盖一座花园府邸 让两位老人安享晚年 真是有哆啦萌萌的白宝袋 一个个真能装 看着两位女婿 你争我抢得敬孝心 首座的父母十分高兴 此时三女儿站了出来 二姐 敬孝不能只靠钱 还要靠心 靠我们的孝心呢 二姐当即反驳 说这话就跟话大饼似的 毕竟敬孝有心 没有钱也白搭 更何况穷汉掏兜 就是没有钱 随后使了个眼色 二女婿立马上前拍马屁 承诺孝敬二老肯定胜过亲爹娘 一旁古灵精怪的玲珑 立马讽刺她 将岳父岳母置于亲娘之上 这种孝心当真值得钦佩 弃得二女婿当即要对玲珑动手 幸亏媳妇拉住了她 并悄悄告诫她 玲珑虽然是丫鬟 但自幼在府里长大 爹娘早就把她当女儿看待了 况且在府里爹娘听小妹的 而小妹听玲珑的 所以在府里千万不能得罪小妹 更不能得罪玲珑 屋内几姐妹表孝心明争暗斗 殊不知此时的府外也是热闹非凡 原来大女婿和二女婿之所以 争抢着进行 是因岳父大人势力不尚书 更是两朝元老 在朝中举足轻重的位置 门声更是遍布天下 所以两位女婿都想把岳父请到自家 好用她的关系网谋利益 但梁尚书却是小葱半豆腐 一亲二百 六十大寿除自家亲戚外 没有告知任何人 喜料府门前文武百官突兀而止 寿礼更是堆积如山 为了让他收下寿礼 文武百官竟然跪下行李 而这一幕被人群中的一男子 竟收眼底 京城大小光源 差不多都来起了吧 哟 和坟屋百官上朝差不多呀 梁尚书乃我朝重臣 万岁爷都要高看一等的人物 请梁大人收下贺礼 这个母亲狗眼看人低 不仅嫌弃三女儿送的两双兽鞋 要把鞋送给门口的叫花子 而且嫌他们穿着寒酸不准进入宴席 今天上房客人多坐不下 你们到下房去坐吧 夫人 坐着下的 多嘴 三女儿委屈的都快哭出来了 不明白同为女儿女婿 为什么母亲要区别对待 好在三女婿是个疼媳妇的 急忙安慰在哪都一样 便一脸淡定地搂得媳妇离开了 两人刚到下人房坐下用餐 小妹便寻来 她听闻母亲如此对待三姐 硬要拉着两人去找母亲要说法 可三姐夫却阻止了她 毕竟今日是岳父的生日 他们夫妻俩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别让两位老人家不高兴 可这次无论三姐说什么 小妹都不听 还要留在这里陪他们一起用餐 三姐无奈只能退一步 陪同小妹到宴会上给父母敬酒 可两人刚走找茶的便来了 此时隔壁房间三个丫鬟正在聊 夫人不让三小姐夫妻上席的事 八卦是女人的天性 更何况三个女人一台戏 而乖巧作为二小姐的丫鬟 平日里仗着主子有钱胡家胡威 便想趁着敬酒羞辱三姑爷 起料走到门口 又故意将酒倒了换成自来水 三姑爷不宜有她一饮而尽 可喝下的一瞬间 还是发现不对劲 不尽感慨酒是无情水 可以检验人心 真是好酒好酒 乖巧没想到三姑爷竟如此淡定 便继续羞辱 说这酒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穷素水 可是你知道这个酒 是用什么水酿造的吗 什么水 是坏心眼里的坏水 你是有好心眼 可是没有好命 一辈子叫瓜子命 小小的丫鬟竟敢羞辱姑爷 玲珑看不下去 便出言说了她几句 起料乖巧更加嚣张 说三姑爷这种穷酸秀才 简直丢上舒服的脸 毕竟大姑爷是堂堂之父 自家姑爷虽然不是管 但是有钱有事 便捅香金边 张木荡柴烧 家里的猫啊狗啊 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玲珑见不得她狗丈人时 便反问她懂不懂什么叫钱财如粪草 人心直千金 乖巧听后轻蔑一笑 反问玲珑是不是对眼前的三姑爷有心 要真有心干脆给对方做小老婆算了 玲珑不急不恼只回了一句 时刻狼打哈欠 而乖巧一头懵 根本不知啥意思 真好意思 张木那张臭嘴啊 你 受了气的乖巧 立马跑到二小姐跟前道状 还添油加醋乱说一通 说三小姐和三姑爷骂人 骂老夫人闲贫爱妇 大姑爷贪官污吏 二姑爷一身同臭味 这真是恶人先道状反咬一口 二小姐一听这话哪能做得住 当即要替丫鬟出头 出头也就算了 还以赴欺评 言语中都是对他们的看不起 三姑爷本想稀释宁人 可自己媳妇被他们点得一文不值 当即凭借一张三寸不烂之舌 对得二小姐说不出话 你个熊脚花子 你算老几啊 就在这时母亲来了 她本就对三姑爷有意见 再加上二小姐在一旁煽风点火 当即不问青红皂白 要求两人跪下道歉 否则就滚出府去 迫于无奈三女儿委屈求全跪了下去 可一旁的丈夫却站得笔直 最终在妻子的事一下不得不跪下 但她不甘受了 起身后便带着妻子连夜离开 刚出家门小妹和玲珑便追了出来 两人知道三姐日子过得清贴 便偷偷将私房钱给她 可暖宇说什么也收 小妹坚持要给 暖宇便只拿了路上够用的盘缠 虽然夫妻俩被赶出了府 可并没有心存怨恨 临行前三姑爷更是让小妹转告岳父 一定要提醒你爹 百官驻兽的事 非同小可 让岳父一定要重视 否则被有心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嗯 我爹心里明白着呢 殊不知此事皇上早就知道 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老兽星 上一秒文武百官为他送礼贺首 其料下一秒他便带着寿礼跪在皇宫 准备将寿礼献给皇上充赢国库 可皇上根本不领情 让他把礼物扛进国库 早知道要退 何必要收呢 你告诉他 让他自己扛进去 老头名叫梁朝臣是吏部尚书 他一生连接清正简朴爱民 在他六十大寿时 皇上本打算微服私房 去给他助寿以显示皇恩好当 其料看到尚书府外 大批官员跪在地上送寿礼 皇帝一看这么多人 竟比自己平时上朝人还多 而且言语兼比敬重他这个皇上 还要敬重梁尚书 皇上一气之下拂袖离去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太师的计谋 百官拜授的场面也是他自导自演 目的就是利用皇上的多倚 除去梁尚书这个死对头 他明知道皇上对百官拜授的事多有不满 便故意说梁尚书是两朝元老 经他提携的官员数以千计 而提携之恩等同于再造之恩 对再造之恩的报答 如同对父母的孝心 对皇上的忠心 果然此话一出 皇上便怀疑梁尚书是八戒系嫦娥 心怀不轨 恰在此时公共禀报梁尚书 带着伦武百官的寿礼在殿外后置 皇上一怒之下便让梁尚书 亲自把寿礼扛进国库 梁尚书只能迈着年迈的步伐 独自一人一箱又一箱地搬着寿礼 直到精疲力尽摔倒在地 梁大人 尚书扛箱子 您老是古今第一人呢 梁大人 而自己家里听闻老爷被处罚 家里顿时乱成一锅粥 小妹提议众人去帮父亲搬箱子 大姑爷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因为他是朝廷命官 要是违抗圣旨去帮忙搬箱子 他的乌纱帽不薄 大姑爷的理由说得过去 众人便将希望寄托在二姑爷身上 起料他一开口也是拒绝 理由便称自己是官商 一旦因为岳父得罪了皇上生意就做不成了 官不能去 官商也不能去 小妹便想让大姐二姐去帮忙 可两个姐夫却极力劝阻 大姐是命官夫人 二姐是官商太太 总之一个也不能去 你们平时口口声声孝顺爹 现在帮爹搬个箱子都不愿意去 还说孝顺 而一旁的母亲还帮着他们辩解 小妹看不过姐夫们虚情假意的嘴脸 便说自己既不是官夫人 也不是商太太 自己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父亲的女儿 当即便要一个人去帮父亲 而一旁的丫鬟玲珑 也愿意陪他一起去 两人虽然有这份孝心 年迈的父亲出典礼 情急之下便和侍卫打了起来 没想到小女儿还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没几下便将侍卫扫平在地 公共见状急忙跑去搬救兵 而梁成向见女儿摊上大舌 便让他们快点离开他来上后 可跑着跑着两人便跑进了御花园 只见一老太太坐在轮椅上 正在练习如何灵活控制轮椅 还倔强地不让任何人帮忙 其料轮椅撞在了台阶上 眼看老人就要掉到池塘里 千军一发之际 两人不得不暴露身份救下老人 还不忘对齐一番教训 你这个老太太真是固执 为什么不让他们帮忙呢 对啊 你这样实在太危险了 要是摔着的话 你家人该担心了 两人也是出于关心 语气上虽然不当 但是老太太并未放在心上 还觉得两个女孩率直可爱是真性情呢 就在此时公共带人闯了进来 见到老太太后立即态度180度大闯弯 原来这老太太正是太后娘娘 太后 你是太后 为了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 太后当即让公公给两人赔礼道歉 有了太后撑腰 公公犹如腿上装马达 急速马里的道歉 之后更是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随即两人告别太后回了家 当他们到家时 搬完箱子类的精疲力尽的父亲已经回来了 可两位女婿并未关心岳父的身体健康 反而是担心对方会不会连累自己 如果是 要如何抽身呢 你是在官场后面的 你帮我分析一下 老岳父这回他是不是灾了 君子不利以威强之下 对 三十六计 咱们取 最后一计 自从岳父梁尚书因百官贺寿的事 被皇上责罚后 女婿们便嗅出了危险的味道 害怕岳父的倒台会连累到自己 尤其是大女婿围观多年 深知官场之道 他猜想老岳父这跟头是栽定了 于是深夜老大老二两家人挑灯商议 决定天亮就立马离开 可在这危急时刻若是贸然离开 免不了会被岳父岳母另眼相看 大女婿仗着有点学问开始洗脑 表示此时不走就是不孝 倘若自己被岳父连累 观作不成了 而妹夫被连累生意便半途而废 到时候都没权没钱了 又凭借什么给二老尽孝了 那不仅是不孝 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 大女婿的一番高谈阔论 让四人离开的决心达成遗址 而此时的隔壁房间 老两口也是挑灯夜谈 可他们谈论的是如何不连累女儿女婿 为了不牵连到他们 决定次日就让他们离开 可夫人却担心女儿女婿都是孝顺之人 这危难时刻害怕他们不愿意走 于是打算说服女儿女婿 起料刚打开门 对面的女儿女婿也从屋中走出 父亲一开口便说不同意 四人以为是父母不同意他们离开 两位女婿即得赶紧追上岳父岳母 前言不搭后语地表达着离开的想法 二女儿也在一旁添油加醋 起料父母所说的不同意 是不同意他们留下来 你们留下来能帮得了我们什么呢 万一要是年累了 耽误了你们的前程 做爹娘的就永远得不到安宁 四人顿时目瞪口呆 尤其是二女儿就如同大门上挂扫把 一顿扫脸 父母处处为儿女着想 他们想的却是害怕被连累要扔下父母 顿时愧疚感油然而生 而最聪明的就属两位女婿 见事情朝着自己想要的发展 不仅借机表孝心 还一副不情不愿听从岳父让他们离开的安排 而二老还觉得挺欣慰的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次日四人拜别父母后 便毫不留恋地离开了 殊不知梁尚书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当今皇上举孝重孝 为了推崇孝道 竟然相信太师说的举孝诉惩罚 听闻孝泉山上有一股孝泉水 人喝了孝泉水 就可以从不孝子成为孝子 真有这样的神泉水 哎 有 而梁尚书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毕竟就一泉水怎么可能改变人形 让不孝之人变成大孝子 可自从百官贺寿后 皇上对他本来就有意见 再加上太师在一旁煽风点火 所以皇上根本不听他的意见 一意孤行地要去祭拜孝泉 验证这孝泉水的真假 而此时的孝泉县大街上 竟然有很多被子女赶出家门的老人 他们沿街乞讨只为活下去 而县令得知皇上要来 为了给皇上留下的好印象 便让牙医将老人全部驱赶出城 你们留在城里 岂不是给仙大老爷丢脸抹黑 仙人老爷要脸皮 我们要动 这是一本神奇的书 不孝女只是看了几眼 起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不仅痛哭流涕发誓要痛改前非 还跪在地上为老父亲端茶道水求原谅 俨然一副大笑女模样 而最高兴的莫过于老父亲 当即要上前扶女儿起来 好女儿啊 死老头 你耍镖 什么破烂书 走走走啊 原来只是为人父母的黄粱一梦 在梦里儿女父慈子小 可醒来后却将他们赶出家门 无家可归的三位老人本想撞到儿女 可他们身无分文 县老爷根本不受理此案 他们听闻京城的梁尚书是好官 走投无路的他们便一路从孝泉县走来京城 想让梁尚书帮帮他们 可地方官府的事情梁成相不好干涉 更何况孝泉县县令是太师的门生 而太师和梁尚书一直以来都是豺狼恨猎人 死对头 此时他就更不能插手了 但还是嘱咐小女儿给老人家拿点银两 谁知小女儿自作主张 竟然将父亲收藏的孝金 偷偷交给三位老人 太好了 我女儿摔了 如果呀 他真的得到孝敬 孝敬上说怎么孝敬 可对于不孝之人 又岂能是一本书就可以改变人性的 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于是三位老人便拿着孝敬 将儿女再次告到了县压 这次有了孝敬 县老爷不得不开堂审礼 随即就将三个不孝子传上公堂 三人虽然名字都带着孝子 县老爷讽刺他们明孝心不孝 三人大喊冤枉请县老爷明察 县老爷缓步上前 并伸着手问他们有何凭证 三人立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立即拿出好东西献给他 就当县老爷两眼放光 正要伸手那时 却又突然一脸懊恼地缩了回来 你们看见本老爷 上面那个对子了吗 左手收钱烂左手 右手收钱烂右手 他看见了 拿脚收钱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县老爷这操作真是既要当婊子 又要立排放 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收了好处的县老爷 一定省他的青红皂白 他询问三人为何要将父母赶出家门 其中一男子恬不知识地说 自己娘现在岁数大了 不忍心让他再照顾自己 将他赶出门完全是一片孝心 而中间不孝女的理由更是奇葩 说自己父亲疼自己爱自己 可他现在老了也不中用了 要是留下他成为了自己的累赘 岂不是辜负了父亲对自己的疼爱了 这真是光屁股进银行 死不要脸 可县老爷却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 当即宣布他们的状态不成立 不仅将三位老人赶出县衙 还将他们带来的孝精据为己有 三个不孝女成功打发了父母 对县老爷感恩戴德 可县老爷却要他们帮个忙 原来是皇上要来祭拜孝权 同时验证孝权水 是否真的让不孝人变成大孝子 于是县老爷打算让这三位不孝女 在皇上面前演一场喝下孝权水 痛待前非的戏码 而另一边梁尚书发现孝精丢失 这可是他的宝贝 哪怕是丢官丢命也不能丢 当即让小女儿和玲珑去找回来 当两人快马加鞭赶到孝权县时 正好看到牙役在驱赶贝儿女 赶出家门的老人 一向打抱不平的两人 当即上前阻止 还说自己是专门来给县大老爷相恋的 县大老爷不在这里 怎么给他相面啊 哦 狗呢 就是主人的一面镜子 给狗相了面 就知道县大老爷的面相了 找死 说最狠的话 挨最毒的吧 做最耸的人 说的就是这群牙役 没几下便被两个女孩打塌下 只能灰溜溜地跑了 两人将老人安排在破庙里 得知县老爷歪曲事实 还故意将孝金扣下 气不过的四小姐当即要去找县老爷算账 却被玲珑阻止 她认为会打草惊蛇 况且要是县老爷不认账 也那对方没办法 天皇上不是要去祭拜孝权吗 嗯 我们可以 这是我见过最鬼灵精怪的女孩 大奸臣喊他们去打孝权水 两人灵机一动 直接让一旁放牛的小孩撒上童子尿 两人这么做可不是恶作剧 而是为了揭穿孝泉水是神水 磕下就能让不孝之人变成大孝子的谎言 他们将童子尿一一分装 然后端给小白水 就当这群不孝女正要喝下时 突然闻到一股骚臭味 怎么啊 不好喝吗 好喝 好喝 他们真喝 那当然 这水有利于身体健康 我的尿 是谁尿 那些不孝子女喝了尿水 跑到爹娘面前痛哭流涕忏悔 而女欺骗爹娘有两个最好用的武器 一个是眼泪 一个就是黄化 而这群不孝子女两样都占了 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女说的是假话 但那些老人宁肯把假孝当成真的 当着皇上的面 一口咬定孝泉水是神水 真是猪八戒穿皮袄 死皮赖脸 皇上此时还抱着怀疑的态度 为了再次验证孝泉水的真假 他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喝下孝泉水 刚喝下百官们便装模作样地表现忠心和孝心 皇上 为什么现在特别想给自己的亲娘 吹吹背 洗洗酒啊 而有的官员未表忠心 自愿奉献两年的俸禄充盈国库 看着文武百官喝下孝泉水的改变 皇上不禁直夸孝泉水是神水 可一旁的梁尚书却直呼荒唐 直言一个个都是哆啦咪梦的百宝袋 真能装呀 还说孝泉水是好水 但绝不是神水 绝不可以改变任性 倘若一碗水就可能让人气恶扬善 那么一个国家还要钢肠和法纪干什么 梁尚书的直言并没有获得皇上的赞扬 反而惹得皇上龙颜大怒 认为梁尚书就是和自己对着干 这真是一部类似于皇帝心中的滑稽剧啊 眼看父亲被责罚 一旁的暖云和玲珑急忙上前为父亲辩解 两人本想告诉皇上他们刚刚喝的根本不是孝泉水 而是掺了童子尿的水 可孝泉县的县令却暗中威胁老人 让他们一定要说孝泉水是神水 否则他们自己包括儿女都要被砍头的 老人们一听儿女会被砍头 一个劲的在皇上面前直呼孝泉水是神水 父母一心为儿女 可子女却不孝 现场没有一个人愿意说真话 皇上一怒之下将两人仗泽 其料皇上刚离开孝泉县 不孝儿女就凶行毕露 他们气冲冲地找到自己的爹娘 不孝子女将老人们痛打一顿 整个山神庙都是声音声哀叫声 被打后的老人们走投无路 用写着孝字的白布袋 在月黑风高的晚上 集体吊死在桥头上 而暖云和玲珑被杖则后 便急忙跑到破庙寻找老人们 可那里已经远去楼空 还误以为真是他们的儿女痛感前飞 将老人接回家了呢 突然两人发现老人们已经集体上吊 悲愤之下两人决定为死去的老人出头 于是他们连夜找到县老爷 逼着对方处置老人的不孝子女 可这个县老爷竟然再次收了不孝子女的钱财 打算将这个事情蒙混过关 一气之下暖云和玲珑直接砸烂了县令的双手 谁让他县牙上的对子写的是 左手收钱烂左手 右手收钱烂右手呢 真是活该 事后两人还逼着县老爷买了几十口棺材 将这些老人送回了家 而这下不孝女大清早起来 就发现自家门口摆着副棺材 打开一看竟是自己爹娘 瞬间吓得痛哭流涕 发誓要痛待前飞 真是活着的时候回不去 死了才能回家 而县老爷也知道这次惹了大麻烦了 于是求救于他的恩师太师 毕竟要是暖云和玲珑将此事告诉梁尚书 梁尚书为人公正不阿 要是捅到皇上呢 估计他小命不保 而太师早已经想好应对之策 他让县老爷即刻进宫去找沙公公 又让自己的儿子拦住暖云和玲珑 不能让他们回梁府 那么梁尚书又会面临什么栽赃陷害呢 这是八十岁父亲大获临头的寿宴 嫁到官宦之家的大女儿 夫妻俩送了一只玉如意 嫁到商骨之家的二女儿 送了一座赤金兽心 而袋子龟中的小女儿送了一只大金龟 祝父亲长寿长寿长长寿 殊不知正是这只大金龟 害得父亲被把关抄家 万寿万岁爷 下面 无疆 万寿 无疆 这是当年先皇寿臣的时候 邻邦进贡的物品已经一世二十年了 那么一世二十年的贡品 为何会成为寿领呢 殊不知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阴谋 太师和梁尚书两人都是皇上的左膀右臂 而梁尚书为官清廉敢于谏言 被太师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在梁尚书八十岁生日前夕 太师和皇帝跟前的红人沙公公合谋 将二十年前邻邦进贡给先皇的大金龟 偷偷藏在轿子里带出了宫 之后一边用计谋哄骗 梁尚书的小女儿无意间买下大金龟 作为寿领送给梁尚书 另一边唆使文武百官前去贺首 那场面简直比皇上上朝还壮观 皇上知道后大发雷霆 下旨让梁尚书把所有的寿领冲攻 前有百官贺寿的导火索 再加上梁尚书反对皇上信奉孝泉水的传说 让皇上对梁尚书有诸多意见 这回又听到对方 竟然私藏代表皇权象征的大金龟 这不是阎王爷修路 此路一条吗 皇上龙颜大怒 当即命令杀公公去宣读圣旨 罢免梁朝臣的一切职务 这下太师终于如愿了 可梁尚书的小女儿是他家未过门的儿媳妇 倘若这门亲事寄选 会对他的前程有影响 此举位的就是逼着对方主动退婚 暖云本来就不喜欢太师儿子 退婚正合他意 当即毫不犹豫地写下退婚书 从此以后两家自愿婚嫁互不相干 太师得了便宜还卖乖 竟然告诉暖云 是皇上身边的红人沙公公陷害他父亲 才导致他父亲被罢官了 暖云气愤不已 刚好回家途中遇到了沙公公 这不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吗 古灵精怪的两人当即捉弄起沙公公 不仅朝他扔石头 而且将他暴揍一顿 大骂他是狗摇尾巴 献殷勤 两人是出了一口气 可他们似乎忘了 沙公公是出宫替皇上宣读圣旨的 那可是钦差大臣 即使他真的是一条狗 也是皇上的狗 他们打皇上的狗 也得经过皇上的同意 果然两人前脚刚走 沙公公后脚便告到了皇上来 皇帝立刻下旨捉拿暖云 那丫头怎么骂你 他把我撬一本狗 皇上听后直接给了沙公公一个白眼 因为但凡奴才撬尾巴 都是主子把他们压得太低了 越是受主子欺负的奴才 就越想欺负别人 暖云骂的这句话 可是连皇上一起骂了 果然不一会大街小巷 便贴出暖云的通缉令 真是图一时之快又惹祸了 玲珑让暖云赶紧跑去投靠三小姐 自己则回去照顾老爷和夫人 殊不知因暖云殴打沙公公 皇上再次下旨降罪梁府 其家产全部充公 并且限制三日之内离开京城 这个消息真是手榴弹爆炸 心胆剧烈 梁尚书做梦也想不到 身为两朝元老的他 一生忠心耿耿轻正连结 却落了个晚年不保的下场 丫鬟和管家也纷纷离开 前几日还是热热闹闹过大寿 如今偌大的府邸 就只剩下二老和丫鬟玲珑 夫人拿出一些银粮给玲珑 叫他去找个人家 却遭到了玲珑的拒绝 因为他从小被爹娘遗弃 是二老将他捡回来抚养成人 在他心里早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看待 虽然现在两府落寞了 但他决定一辈子跟随二老侍奉他们 玲珑的知恩图报 让二老看到了希望 捡来的女儿尚且如此有孝心 二老相信其他几个女儿 肯定也同样如此 次日三人带着包袱 恋恋不舍地走出上书府 这里是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如今不得不被迫离开 二老决定去投奔做官的大女婿 以及做生意的二女婿 虽然有不舍 但至少心中有希望 那么两位视力眼的女婿 会如何对待失事的岳父呢 被罢官的岳父岳母 不远千里投靠女婿 其料却被女婿拒之门外 如今是朝廷的罪证 如果我收留了他们 免不了回首牵连 就在他想着怎么把岳父岳母赶走时 妻子推门而入 因为他听说父母来了 高兴得要和丈夫一起去迎接二老 可丈夫却不同意 就在此时丫鬟玲珑闯了进来 他原本是陪着老爷夫人在大门口 可却迟迟不见姑爷出门迎接 这才从院墙溜了进来 他理解姑爷将二老拒之门外 是担心受到牵连 当官的总会为自己的虔诚着想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他陪着老爷夫人这一路走来 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是迎来盛宴款待 还派车派交 规格都是最高的 就好像是老爷仍然身居高位一样 玲珑的一番话彻底吸引了姑爷的兴趣 怎么岳父都被罢官免职了 地方官员还巴结他呢 玲珑说自己也有过困惑 但是地方官员给了他三个理由 哪三条啊 第一朝廷变化快着呢 如今只要没杀头 今天被罢了官 很有可能明天就会官复原职 第二老爷是两朝元老 在吏部干了二十多年 有许多的同僚门生都还在位 谁对老爷好 谁对老爷也不好 这些人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而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当今皇上举笑重笑 对不笑之人 皇上会怎么看呢 玲珑的一番话让姑爷陷入沉思 经过吏弊权衡 大姑爷决定收留岳父岳母 虽然被罢官 但岳父还有余威可以利用 何况说不定哪一天还会东山再起 玲珑一路上 你们真的是处处受到关照吗 原来刚刚的一戏话都是玲珑瞎编的 老爷被罢了官 一路之上历经千辛万苦 感悟事态严良 就连抬轿子的都对老爷夫人一通羞辱 老爷气得不行 看不惯他们贤贫爱富的模样 坚持自己走路 幸好路上遇到一个善良的农夫 二老才一路坐车到了城里 玲珑料到姑爷施力眼 才故意租了张豪华马车装排场 然后叫醒睡得毫无形象的二老 让他们一定要坐豪华马车到大姑爷家 果然一切和玲珑预料的一样 视力眼的大姑爷直接大门紧闭 出于无奈玲珑才下编了三个理由 大姑爷这才心甘情愿地将二老请进府里 而此时的二女儿和二姑爷却在家里猜疑 在他们看来大姐夫是一个唯利是图之人 肯定是父亲还有用处 大姐家才会如此殷勤地迎接二老 我爹还有什么用啊 这官也没了 家里被抄了 官位没了 可是余威还在啊 这官位越大呀 余威就越大 这家产是被抄了 可是还有暗产啊 掉进前眼的夫妻俩认为 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大官 即便被抄家 肯定也会有巨额私产 为了不让大姐家独吞私产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抢二老的赡养权 接封宴刚刚开始 两人便屁颠屁颠地来了 对着父母就是一阵假笑 还指责大姐夫太自私了 只顾着自己尽孝心 都没有通知他们 当即就要接二老回家 可大姑爷还得利用岳父的余威升官发财呢 岂会白白浪费这表孝心的机会 于是两个孤业商量 两家轮流赡养老人 六天一换 见两个女婿争着孝顺 老两口十分感动 母亲更是笑得嘴都合不论 为了尽快得到父母的巨额私产 第二天大清早二女儿和二女婿 就把二老接回了家中 不仅给父亲准备了独家经典古书 还点母亲准备了上好的胭脂 以及绫罗绸缎 为了就是套出母亲的花 娘 你和爹都出来好一阵子了 那么知道真相的二女儿和女婿 又会如何对待二老呢 父母去子女家养老 子女却将二老赶到了高高的围墙上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二老 有一个爱财如命的女儿女婿 女儿女婿料定 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大官 即便被抄家 肯定也有巨额私产 为了早日得到这笔巨额财富 不仅对二老假孝 还贿赂父母的丫鬟打听消息 可玲珑不笨 她知道二小姐打什么主意 于是将计就计 二小姐 这个不用了 这一路上 我们带了挺多银子的 都没怎么花 这么多银子 这么差 看着那沉甸甸的包袱 二小姐信以为真 俗话说做戏做全套 玲珑还特意告诉二小姐一个秘密 老爷曾经说过 如果哪个女儿女婿对他们最孝顺 二老就会把所有的财产交给对方 二小姐急忙把这个好消息和丈夫分享 夫妻俩仿佛看到大金元宝在向他们招手 两人合计着怎么把父母手中的财产弄到手 一番商议后决定此事不能急 一定要用孝心感化二老 让二老心甘情愿地把财产交出来 于是第二天又是送老爷子喜欢的书 还送了母亲腌制水粉以及玲珑绸缎 可无论夫妻俩表了多少孝心 二老坚决不提财产的事 夫妻俩有点坐不住了 不禁怀疑二老到底有没有巨额财产 为了套出财产的事情 夫妻俩特意设宴款待二老 席间一个劲的劝酒 还特意支走了玲珑 为的就是将父母灌醉套真心话 可怜母亲还一个劲的自豪 自己养了个好女儿 殊不知对方是城隍妙娘娘有喜 心怀鬼胎 啊 您和爹的财产 这是我这个好女儿替您保管 你问问这个老头 他是个穷光的 母亲说完这话就醉得不省人事 夫妻俩一听这话顿时眉头皱起 难道二老真的一分钱没有 可下一秒父亲却说自己有无价宝 顿时女儿女婿两眼放光 急忙询问什么无价宝 在他们满脸期待中 父亲回答 清脸 不清脸 清脸 得知父母一分钱没有 女儿女婿立即狗脸不长毛 翻脸不认人 趁着玲珑去照顾醉酒二老的空档 女儿偷偷跑到她房间 看着藏在被子里的金银珠宝 她一脸贪婪的想要占为己用 可当她拿起来时 却发现不对劲 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不应该轻飘飘的 打开一看哪里是金银珠宝啊 只有几件就衣服喝破血 她顿时反应过来 自己被玲珑那个鬼丫头骗了 得知父母就是穷光蛋 便一改往日孝顺的模样 到了次日都到晌午了 都没派人给二老送饭 可二老还以为是昨晚喝大了 女儿女婿还在睡觉呢 玲珑只能给二老喝水冲击 玲珑借着加热水到厨房一看 平日里热闹的厨房竟然轻锅冷藏 一向心思缜密的玲珑察觉到了不对劲 立马跑回房间一看 衣服鞋子满地都是 她知道有财产的谎言被拆穿了 这下完了 为了避免二老伤心 玲珑主动找到老爷夫人 揭穿女儿女婿的假笑行为 可二老压根不相信 认为玲珑有偏见 二老就这样一直饿着肚子到了晚上 终于府里的丫鬟送饭来了 可仅仅只是两个馒头和一碟咸菜 母亲忍不住唠叨了两句 便遭到了丫鬟的羞辱 直言这么好的饭菜 如果你不是我们家老爷的岳父岳母 这样的饭菜啊 一般人还拉不着吃呢 二老对视一眼瞬间明白了一切 次日女人女婿便把身无分文的父母 送到了大姐家 可不论他们怎么敲门 大门始终紧闭 女婿无奈只能绕到后门 可后门依然紧闭 看着那紧闭大门和围墙 女婿灵机一动 撒谎称要和他们玩个好玩游戏 说着便将二老哄骗上了围墙 而她自己则溜了 老两口脸对脸凄惨地趴在墙头上 动也不敢动 下也下不来 只能一遍遍呼喊着大女儿和大女婿的名字 而此时的大女儿 泪流满面地坐在房间里 听着父母的呼喊声却一动不动 视力眼的子女不想赡养父母 竟将八十岁的二老哄骗上围墙 让其自生自灭 夫人吓得手脚打哆嗦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为了让夫人不害怕 老爷安慰夫人是女儿女婿和他们玩游戏呢 随后便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把围墙当成独木桥走了起来 锻炼平衡能力 还邀请夫人跟她一起 可夫人早已哭得泪流满面 老爷却做起了更危险的动作 突然脚一滑差点摔下去 真是墓园里放鞭炮 吓死人 我们这是在骗谁呀 老爷 我在官场上爬呀爬呀 爬了一辈子 没想到最后爬到了墙头上 生儿育女一辈子 到了晚年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的确挺让人唏嘘的 而此时在屋里 听着父母哭声的大女儿心痛得要死 可她却不能让父母进来 因为丈夫出差前 千叮嘱万叮咛没有她的吩咐 坚决不能让岳父岳母来家里 大女儿一向软弱 只能无条件听从丈夫的话 可围墙的二老是生他养他的亲生父母啊 大女儿终是过不了良心这一关 一番思想斗争后 跑到后院寻二老 看着趴在围墙上的二老 顿时自责不已 可围经之计是想办法把二老弄下来 他找来一根长长的木桶 父亲手当其冲 颤颤巍巍地顺着木桶滑下来 虽然摔了个四仰八叉 但好在没什么事 接下来就轮到母亲了 可她早已经被吓得抖手抖脚 根本不敢一动分毫 真是骑在老虎背上不敢下来 但在老爷子的多次鼓励下 还是有惊无险地下来了 但整个人就犹如 刘备上黄鹤楼 吓得直哆嗦 雪儿 这是干什么 你们这是干什么 父父对不起你 雪儿 就在此时出差的大女婿回来了 得知妻子背着她将二老接回家 虽然她十分生气 但面子功成还得做 急忙跪在地上向岳父岳母请罪 并且请二老住到偏方 理由是岳父是被罢官的 倘若在她这里受到百般照顾 一旦被人揍本 那么她这顶乌纱帽就不保了 一旦断送了前程 就是最大的不孝 母亲被大女婿一番冠冕堂皇的话说服 自愿到偏方住 可老爷为官多年 岂会不知大女婿这是找借口呢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外出回来的玲珑 看到老爷夫人 住在如此寒酸的地方心酸不已 当即责备起大小姐 替二老打抱不平 大小姐 他们 可是你的亲爹亲娘啊 大女儿有心孝顺 但也无可奈何 金玲珑再三劝说 老两口决定去投奔 昔日最看不起的三女儿和三女婿 菱形前玲珑画了一对温文尔雅的门绳 替换了原本大门上 那对凶神恶煞的门绳 可刚把门绳贴起来 大姑爷却说门绳画错了 因为门绳一般都是持刀拿斧子的 那样鬼怪才会害怕 可玲珑画的门神 却是相貌忠厚温文尔雅 别说鬼怪不会害怕 就连小孩都不会怕 玲珑挖苦大姑爷 这是新门神 如今外貌文雅忠厚的人 做起事来更狠毒 鬼怪更害怕 玲珑此举正是和尚面前骂秃驴 指桑骂槐 其料二老当走 正在被通缉的小妹后脚变来了 听闻父母已经去找三姐了 小妹当即要动身去追赶 可大姐夫却百般挽留 殊不知大姐夫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为了能当上吏部尚书 早就投靠了岳父的死对头太师 还在谋划要把小姨子送进监狱 我的小姨子 你高想 但是多派钱人手 我差点忘了 如果吃了这个药 保证他武功尽失 三个时辰 那小姨子会束手就情任人摆布吗 别看这个男人相貌忠厚温文尔雅 但他干的都不是人事 前脚刚把岳父岳母赶出家门 后脚便打算对小姨子动手 在尖锋宴上 他指使管家偷偷在小姨子的酒里下软补散 酒上桌后 便一个劲地给小姨子敬酒 大姐夫 你这么一客气起来 我心里怪怪的 不像要出什么事一样 能有什么事啊 来来来 没事 从不喝酒的小姨子 经不住大姐夫的热情款待 只能一饮而尽 吃好饭后小姨子就要离席 男人却百般挽留 似乎在等着什么人的到来 一旁的妻子开口帮小妹说话 男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姨子离开 喜料刚走出门口 便被门外的官差团团包围 而这一切都是男人的计谋 小姨子因父亲被陷害罢官一事 殴打钦差成了朝廷侵犯 男人为了前程故意透露他的行踪 可小姨子武功高强不好捉拿 这才在他的酒里下毒 起初小姨子凭着高超的武功 哪怕赤手空拳也能轻松应对 还从一个官叉手里夺了一把刀 有了武器的加持更是如虎添翼 而此时药效开始发作 突然间他觉得头昏眼花 手脚酸软使不上力 官差趁此机会将他打倒在地 瞬间挤把刀架在了脖子上 小妹被抓后 大姐怀疑此事是丈夫所为 一向懦弱的她跑去质问丈夫 可丈夫却死不承认 还一脸委屈直呼冤枉 真是脱了裤子上吊 死不要脸 但妻子是软弱并不傻 她明白是软弱并不傻 她明白觉得父母对她的前途没用了 所以把爹娘都赶走了 此时她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是一个十分传统女人 认为只要嫁人了 丈夫就是天使的依赖 是主宰 无论对方做什么 她都不会违背 她也能理解丈夫害怕受到小妹的牵连 但是可让小妹走啊 又何必要害小妹呢 所以她恳求丈夫看在两人夫妻情分上 能够放过小妹 妻子话都说到这份上 丈夫也不再装了 既然我是你的主宰 我告诉你啊 从今以后 我的事你少管 出去 出去 看着丈夫预置小妹与死地的模样 她明白若自己不做点什么 小妹必死无疑 深夜她穿戴岩石前去探监 以知府夫人的身份轻松地进去了 停退下人后 她叫醒熟睡的小妹 两人互换了衣物 小妹乔装成大姐的模样 安全地出了大牢 深夜丈夫带着将军前来压人 没想到大牢里的小姨子没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妻子 为了防止被太师怪罪 她不惜花重金贿赂将军 想当初她将岳父岳母赶出家门 临行前曾说自己为官清廉 身边没有积蓄 只拿了一个小元宝给二老当作盘缠 这下倒好出手阔绰 一出手就是十个大元宝 真是拿着小刀逗小孩 不是个好玩意 次日男人便接待了一群贵客 是太师的夫人以及家眷 明知道对方就是陷害岳父 被罢关的罪魁祸首 可他仍然以上兵招待他们 而他们此次前来是奉太师之命 一来寻找丢失多年的孝敬 二来梁尚书虽然被罢关了 但太师仍然觉得对方是个威胁 于是派儿子去寻找天下第一杀手 杀了梁尚书 只要你替我们办成这两件事情 你要什么条件 我就给你什么条件 那么二老会逃过一劫吗 这个母亲闲贫爱福 最看不起的就是贫困的三女儿和三女婿 如今二老虎落平阳被人欺 两位有钱有势的女儿 都把他们赶出家门 走投无路的二老 只能厚着脸皮去投靠贫困的三女儿 囊中羞涩的他们只顾得起廉价马车 可走着走着车孤路竟然掉了 这下可怎么办呢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丫鬟玲瓏灵机一动 朝车夫买下马车 解下缰绳后让二老上马 玲瓏 这怎么上啊 放心吧 我有办法 你蹲下干啥呀 踩着我的肩膀上马呀 真是患难见真情 自从老爷被罢关后事态炎凉 亲生女儿一个都靠不住 唯有玲瓏对他们不离不弃 就这样他牵着马 驮着老爷夫人跋山涉水 踏过一条条湍急的河流 他自幼被亲生父母遗弃 是二老将他捡回家抚养长大 在他心里早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 此时不报恩更待何时 所以即使被水淹没到脖子他也不怕 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将老爷夫人 安全送到三小姐家 夜晚荒郊野外 玲瓏饿着肚子为二老烧火取暖 实在饿不住了便打算吃点干粮 可打开一看竟然只有两个馒头 想到年迈的老爷夫人 玲瓏只能闻香止饿 然后把仅剩的两个馒头拿给二老 饿坏了的夫人拿起馒头就狼吞虎咽 老爷刚想把馒头送进嘴里 看看狼吞虎咽夫人又看看玲瓏 于是把馒头分成了两半 玲瓏 来 不了 老爷 我吃过了 就这样 三人饥饿地度过一晚 次日几人再次出发 起料走到半路 却遭到泰氏派来的杀手伏击 为了保护二老 玲瓏让他们骑马先走 而他断后对付杀手 玲瓏虽然武艺高强 但始终是个小女子 再加上赶路的这几日吃不饱睡不好 没几招便被杀手重伤在地 而骑马先走的老爷夫人 何曾遇到如此凶险的时刻 鹰太过于慌张 直接从马上掉下来 摔下了山坡 但好在两人都没事 本可以安享晚年 却颠沛流离 真是没头发却要辫子睡 无辜受罪 经过一条泥泞水沟 老爷率先一跃而过 轮到夫人时 差点掉进水沟里 正所谓怕死碰上送葬的 倒霉透了 二老走得又渴又饿 累得毫无形象地躺在地上 鞋子都走破了 看着那破洞的鞋子 二老对视一眼哈哈大笑 突然老爷发现包袱里硬硬的 打开一看 竟是两双崭新的绣花鞋 夫人迫不及待地失穿 哎哟 真舒服啊 样子也好 好像是专门给我做的一样 贤凭爱妇的母亲 早已经忘记鞋子的由来 还是老爷提醒她 她才想起这鞋子 是三女儿送的寿礼 当时她一脸嫌弃看不上 扬言要送给门口的叫花子呢 而如今这两双兽鞋 如同雪中送坛 让二老在绝望之际 看到了希望 想到此 夫人犹如额头上贴膏药 一脸的尴尬 这么好的鞋 怎么能送给叫花子呢 鞋子有了 老两口高高兴兴地 去找失散的玲珑 而此时当地的县令 也正在找老两口 这个县令可不是个好东西 他是太师的门生 竟帮着太师干些缺德事 听到二老呼喊玲珑的声音 喜出望外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一声令下便将二老抓起来 还给套上了黑布袋 堂堂一国尚书 就这样被当成毛贼 被关到了太师儿子的住所 而太师夫人一声吃斋念佛 他深知自己儿子一天不务正业 竟干些坏事 出于好奇前去看看 抓的到底是什么人 结果打开一看 竟是被罢官的上书大人 想当初两家差点结为亲家了 善良的太师夫人 当即偷偷放走了老两口 二老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又累又渴 夫人的脚步小心被树桩半倒 老爷抱着他一起滚下山坡 两人被摔得疼痛难忍 骨头都散架了 可老爷还是忍着疼痛 一步一步爬过去 将老伴搀扶起来 那么二老的命运又该如何呢 八旬老人遭嫌弃 竟被有钱有势的子女赶出家门 走投无路的他们准备上吊自己 咱们两个共赴皇权 下辈子还做夫妻 看两人的穿着打扮也是官宦之家 为何会落得如此地步呢 老爷本是力不尚书 喜料遭奸臣陷害被罢官抄家 虎落平阳被犬欺 老大老二当即把他们赶出家门 本想着投靠最贫穷的三女儿 可在途中又遭到奸臣的追杀 老两口九死一生颠沛流离 回忆着从罢官后 遭遇的种种嫌弃和白眼 早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我们还有什么路 有路啊 什么路啊 黄泉路 再也无法忍受颠沛流离苦难的二老 决定结束自己生命 省得给女儿当累赘 在破庙里他们解下裤带 搭在房梁上 将脖梗掏进去 老两口说着最后的告别 一旦桌上的蜡烛 将脚下的布条烧断 老两口将共赴黄泉 千军一发之计 出来寻二老的三女婿出现在破庙 看见岳父母上吊自尽 他立马吹灭蜡烛 接着又跪下声泪俱下地求他们 千万不能这样做 父母选择结束生命 是对子女失去了信心 可二老还有他们啊 倘若岳父岳母真的有个不测 他如何向妻子交代 他们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今生今世永不得安宁 老两口做梦也没想到 曾经最看不起的三女儿三女婿 竟然是最孝顺的 真是曹操杀吕布 悔之莫及 二老对视一眼后 便放弃了自尽的念头 顺利救下父母后 三女婿便将他们带去家里 虽然一眼看去都是茅草屋 没有大姐二姐家那么富丽堂皇 但打理的井井有条十分温馨 突然二老看到三女儿正跪在地上 祈求菩萨保佑父母平安早日回家 做父母的哪有不爱子女的 只不过是恨铁不成钢 好好地上书府千金 硬是要嫁给一个穷书生 可三女儿不计前嫌 依然时时刻刻想着父母 看到这一幕 母亲再也绷不住 走上前去和女儿相拥而泣 娘 你没事吧 虽然一路受尽磨难 但此刻一路的艰辛 瞬间都化为乌有 次日一大早 老两口换上女儿 为他们亲手缝制的衣服 喝着女儿女婿熬的姜汤 虽然只是粗茶淡饭 比不上两位姐姐家的大鱼大肉 但是此刻富辞子小 就是最大的幸福 母亲也意识到自己以前贤贫爱富 让眼前的女儿受了很多委屈 当即向女儿道歉 可女儿却十分通情达理 她认为父母永远没有错 因为父母给了儿女最宝贵的生命 做儿女的无论怎么报答都报答不完 又怎么能对父母有怨言呢 一旁的女婿得知一路上 有人追杀岳父岳母 赶紧让他们收拾东西走 看来此处不亦久留 我们还是赶紧收拾 尽快离开这里 玲珑来了怎么办 我先送你们走 再回来接她就是了 殊不知身受重伤的玲珑 在四处寻找失散的老爷夫人时 被太师的儿子黄小伯意外抓住了 黄小伯一直想将玲珑占为己有 那么被点了穴的玲珑 又会面临什么遭遇呢 我们拭目以待 富家少爷强强名女 换上喜福就要拜堂成亲 看着一身嫁衣的玲珑 富少心仰毛抓 玲珑虽然被点了穴动弹不得 但还是十分硬气地拒绝富少 黄公子啊 你想让我给你拜堂成亲 那简直就是 吃 心 做威胁 玲珑无奈只能暂时答应 但她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必须明媒正娶 有长辈主婚 富少为了抱得美人归满口答应 刚好她的母亲就住在别院 可现在天色已晚 不好再打扰她老人家 明媒正娶的事情只能拖到明天 既然次日才能拜堂成亲 玲珑提出今晚要睡在花窖里 富少想着玲珑被点了穴 让她的跑不了便欣然同意 玲珑此举为的就是拖延时间 果然到了后半夜 玲珑自动冲破穴道 换下嫁衣后 大不留心地走出轿子 而此时客栈门口 一年轻率小伙前来投诉 可整个客栈都被富少包了 老板娘本想将小伙拒至门外 但小伙说她的要求不高 随便找个地方睡一晚就可以 见钱眼开的老板娘当即同意了 便将小伙安排在露天的破车上 本想凑合一晚的帅小伙 可这大晚上天寒地冻的 不一会便直接冷醒了 本想找找看哪里有避寒之物 起料发现一顶轿子 掀开一看里面没人 便满心欢喜地走进轿子 还把婚服披在身上郁寒 舒服地睡起了大叫 而富少想起即将过门的媳妇 想得睡不着觉 便前来探望 只见她一脸娇羞地侧耳倾听 竟发现轿中人竟在打呼噜 躲在暗处的玲珑想不通 轿子怎么会有人 轿中的小伙被声音吵醒 掀开一道缝隙发现竟是老熟人 原来此前富少去祭拜孝全 起料在孝全洞口 与看护孝全的云仪发生争执 而这位云仪正是小伙的母亲 小伙为了维护母亲 不得不与富少的四个侍女 骄傲 色 财 气 刺食打了起来 好在富少的母亲及时赶到 才阻止了这场仗势欺人的闹剧 但两人也因此结下怨气 今日再次相遇珍视独木桥上遇仇人 冤家路窄 从几人的对话中小伙明白 这是一场强强名女的勾当 富少本想掀开叫帘看一眼 可是女却及时提醒 魏过门新人是不能相见的 否则视为不吉利 不能看总可以摸吧 轿中的小伙见躲不过 当即起了捉弄对方的心思 使劲掐了对方一把 富少不仅不生气 反而觉得这是两人之间的小情趣 激动的心再也安耐不住 此时的他真是茅厕放鞭炮 振奋人心啊 随后便心满意足地回房睡觉 一行人刚走 轿中的小伙脱下喜福便准备跑路 可刚走几步又觉得不对劲 我要是走了 轿子里没有人呢 那个恶少 会不会再去抓那个姑娘呢 你还不蹭什么呀 又看看 玲珑误以为小伙是贪财 可下一秒小伙披上喜福 直接走进了轿子 这下玲珑直接看不懂对方了 就在此时富少的爪牙前来禀报 称老夫人让他即刻回别院 富少一想到明天就可以迎娶美娇娘 是应该提前将此事告诉母亲 于是一行人抬着花轿连夜赶回去 而玲珑为了搞清楚花轿中人到底要干什么 便在后面悄悄尾随 富少回来后将取亲之事 第一时间请示母亲 其料一向对儿媳妇之事吹毛求疵的母亲 一听儿子娶的媳妇是玲珑 竟然满口答应 一时间别院里张灯结彩 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而此时的新娘子在婚房里如坐针毡 见四下无人便取下了红盖头 帅小伙假扮新娘进入洞房 趁着无人之际 他掀开红盖头四处打量 这看他那瞧瞧 甚至对着镜子臭美 突然他发现门外传来脚步声 吓得急忙做好盖上红盖头 而来人正是富家少爷的小妹 他十分好奇新娘到底长啥样 一个丫鬟竟然将新郎哥哥迷得团团转 而且一向对未来儿媳诸多挑剔的母亲 竟然满口答应这门婚事 这才早早来到婚房 想看看未来嫂子到底长啥样 而真正的新娘玲珑 此刻就在门外偷看 毕竟小伙是为了自己才烫这趟浑水的 他要看看帅小伙怎么脱身 必要是他要助对方一臂之力 屋内的小妹为了一睹未来嫂子的风采 便强制性的要揭开盖头 盖头下的小伙为了不暴露身份 使劲扯着红盖头 一线一扯间意外发生了 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小妹刚要怪罪 一回头竟发现是个大帅哥 而且还是自己一见钟情之人 真是汉地里长水道 出乎意料了 原来此前小妹陪同母亲去祭拜孝权 其料在孝权洞口 正好看到小伙与哥哥的人大打出手 哥哥的四个护卫武艺超群 可小伙被四人围攻反而迎刃勇豫 只一眼 小妹便喜欢上对方 自始至终小妹的目光都未曾离开小伙分好 富少看着妹妹一脸花痴样 便打去要是真喜欢 今晚就把帅小伙抢回去入洞房 可小伙对他们这种官宦之家 唯一的印象就是整日横行霸道 根本看不上小妹 如今再次见到小伙 小妹就犹如老鹰得偿 欣喜若狂 急忙上前套近乎 询问小伙新娘怎么变成她了 小伙将自己路见不平的事情一一到处 她本想在拜堂的时候将富少教训一顿 但现在假新娘的身份被揭穿 她只能先行离开 奇料却被小妹阻止 只因哥哥此次成亲 已经广发喜帖 各地的官员以及亲朋好友都会来参加婚礼 要是新娘半路跑了 叫他们太师傅的脸面往哪放了 突然她想起刚刚两人已经有了肌肤之亲 而且小伙又是她心意之人 于是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公子 我们成亲吧 你 对啊 就是我 把原本哥哥的婚礼变成两人的婚礼 一来保护了太师傅的脸面 二来又成全了自己 岂不是两全其美 小伙简直不敢相信 堂堂太师傅的千金小姐 为了爹娘的脸面 竟然要嫁给自己这个穷汉子 可小妹却趁机表白 说自己对于未来的夫婿 已经挑了一百多个了 其中包括皇亲国妻达官贵人的公子 自己一个也没看上 可自从第一次见到小伙 便对他一见钟情 小妹承诺只要两人成了亲 以自家的权势地位 一定可以让小伙一辈子高官厚禄 一事无忧 起料小伙听完竟然哈哈大笑 直言你这是半夜里放跑 一鸣惊人呀 你笑什么 我向你自作多情 把全是看得太重了 小妹一付加千金 舔着脸下嫁给小伙这个穷汉子 竟然还被对方嫌弃 千金小姐的脾气立马爆发 扬言小伙今日要是不娶自己 就休想离开着 可小伙一向我行我素 这种威胁的话根本不放在心上 当即起身就要离开 小妹见对方真的要走 立即大喊大叫 可她的呼喊声快不过小伙的点穴 下一秒整个人便动弹不得 连说话都说不了 小伙不尽感慨 真是有其歌必有其妹 看着那一身大红的嫁衣 突然她灵机一动 给小妹换上喜服蒙上盖头 这真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啊 而乌万目睹整个过程的玲珑 见小伙不畏全是洞龙 心里敬她是条汉子 良辰即日被点穴的小妹 被掺入花堂拜了天地 盖头下的小妹有苦难言 一行轻泪滑下眼角 洞房花竹叶 富少迫不及待地饼推下人 一脸猴急地走向新娘 洞房花竹叶 富少迫不及待地掀开红盖头 万万没想到竟是自己的亲妹妹 来人哪 从满心欢喜到大惊失色 富少频频后退 差点被吓成傻子 之后更是落荒而逃 此举真是独自蒙在被子里放屁 自作自受 谁让富少强抢名女 这才被路见不平的云天号摆了一道 而此时真正的新娘玲珑 自从她逃离富少的魔爪后 便四处寻找失散的老爷夫人 她忍着伤痛一路来到三小姐家 可此处已经人去乌空 因为伤势未愈 玲珑心力交瘁昏倒在地 恰好被邻居云天号看到 见她伤势严重 立马将玲珑抱回家中养伤 玲珑醒来看到又是云天号救了自己 对他们一番感谢后便要离开 只因她心系老爷夫人的安危 可云一劝她先养伤 找人的事情就交给云天号 毕竟他们是当地人 对路况熟悉而且好打听消息 盛情难缺的玲珑便在云家住了下来 在云天号母子的照顾下 玲珑的伤势得以好转 相处钟玲珑得知云家是医药使家 云天号的父亲生前曾在宫中当过御医 机缘巧合下才来到了此处 母子俩平日里就靠售卖草药为生 玲珑养伤期间 也会帮着云天号晾晒草药 恰在这时玲珑不小心弄伤了手指 云天号急忙上前查看 一脸心疼地帮她处理伤口 四目相对的瞬间 一种情愫慢慢地在心里疯涨 这里平静的生活是玲珑喜欢的 再加上她和云天号已经日久生情 可她又不能不管失散的老爷和夫人 一时间玲珑陷入两难 见玲珑和云天号暗生恋情 云母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可玲珑却提出次日要离开 你身子还没复原呢 我娘说的 云天号打从内心就不想玲珑离开 可她不善于表达 再加上母亲在一旁匕首画脚 提示她挽留玲珑 所以一出口啥都变成娘说的 我娘不让你走 我娘舍不得你走 你娘你娘 什么都是你娘让你做 躲在门口偷看的云仪 就如同消防龙头扭不开 干着急 再这么下去 而媳妇都要没了 便急忙跑出来救场 说自己这个儿子太老实了 尤其是遇到喜欢的女孩 更是老实的都有点傻了 为了让玲珑安心地住下 云天号每日外出打探老爷夫人的消息 这天她看到官府正在欺负一女孩 介意勇为的她出面救了女孩 而这个女孩正是四小姐 两人摆脱官兵后一路跑到三姐家 刚进门便发现门口探出一个头 竟然是三小姐 自从三小姐和爹娘重逢后 得知有人要害爹娘 他们便搬离了此处 她本来是来这里等玲珑的 没想到竟遇到了四妹 这下好了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当晚玲珑为大家熬了姜汤 云天号见玲珑那么辛苦心疼极了 就忙起来让左 可玲珑却说自己占习惯了 况且她还要伺候夫人呢 玲珑是尚书府的丫鬟 最懂得规矩了 一旁的四小姐和玲珑情同姐妹 在她心里从未把玲珑当作丫鬟 况且现在爹已经被罢关 尚书府早已经不存在 她让玲珑以后不用再守那些规矩了 可显然夫人官太太的习惯根本改不了 尤其是贤贫爱妇 狗眼看人低的性格 令人发指 那么夫人又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呢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母亲贤贫爱妇 最看不起一瓶如洗的三女儿 二老如今虎落平阳被犬妻 有钱有势的女儿都将他们赶出家门 只有三女儿好心收留 可到了吃饭的时候 母亲看见桌上的白粥咸菜 竟然又摆出上叔府夫人的架子 哟 就吃这个 三女儿急忙哄着母亲 让她今日先将就一下山茅野菜 明天再给她做好事的 可母亲却是一副门缝里看人 把人看扁的节奏 根本瞧不起这粗茶蛋饭 父亲健壮赶紧打着圆场 撑肚子饿了让女婿赶紧咬粥 女婿把唯一一个咸鸭蛋给了父亲 正当父亲要开动时 母亲一声清咳 吓得父亲赶紧将鸡蛋给夫人 人家给你的 你吃吧 三女儿健壮急忙接过碗 将鸡蛋孝敬母亲 可母亲却十分生气 女儿远嫁穷乡屁养 但是没想到这么穷酸 直接赌气不吃饭 女儿女婿也很无奈 三女儿怕母亲不吃饭 起坏了身子 便想把家里唯一的一只 下蛋鸡杀了 给母亲改善一下伙食 夫妻俩拿着刀 却久久下不去手 母亲正好看见这一幕 对着女儿又是一顿冷嘲热讽 说她堂堂上舒服的千金大小姐 竟然连一只鸡都舍不得 还说这是臭狗舍不得臭屎坑 本性难移 三女儿急忙解释 并不是舍不得 只是丈夫读书用的笔墨 都是靠这只母鸡下蛋换了 此话一出 母亲一个白眼给到穷女婿 打心里看不起对方 女婿见状二话不说 便把鸡给咋了 可把一旁的妻子心疼坏了 母亲可不管她 转身回了屋 三女儿深知丈夫读书辛苦 鸡汤炖好后便率先给丈夫养了一碗 随后又端着两碗给父母送去 母亲始终摆着关太太的架子 可肚中饥饿 闻到香味立马就变了 好香啊 鸡汤 该呀 这鸡汤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喝了 母亲如愿以偿喝上了鸡汤 让女儿女婿也多吃点 看着父母开心吃饭的样子 三女儿觉得这只鸡仔的值了 可当她回到房间 却发现丈夫还未动快 便端上前去劝丈夫趁热吃 可一只鸡就那么点 丈夫知道妻子肯定舍不得吃 便让妻子先吃 自己还不饿 两人就这样你推过来我推过去 起料下一秒 丈夫竟将鸡汤全部倒进了锅里 那我就谨身节育 一样越富越母了 不得不说三女婿真是个好男人 眼前的你如若是个女孩 会嫁这样的男人吗 即使她家庭很贫穷 但是依然乐观开朗 尽自己的努力去孝顺父母 对老婆又是百般呵护疼爱有加 而反观大小姐大姑爷 以及二小姐夫妇 他们一个是官宦之家 一个是富甲一方的商骨 他们吃着山珍海味 穿着绫罗绸缎 吃喝拉萨有人伺候 可他们却不愿在饭桌上 给父母多添一双筷子 甚至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打发父母 这就好比一个没钱的男人身上 只有一百 都愿意给你花 而一个有钱的却只愿意给你花一百 你会选择谁呢 而很明显贫困的三女儿三女婿 就是那个身上只有一百块 也要全部拿来孝顺父母的 而此时屋里的父亲 担心女儿女婿不舍得喝鸡汤 本打算去看看 却被母亲抢先一步去看 顺便再咬一碗鸡汤 殊不知此时的女儿女婿 把野菜当野山生 萝卜当排骨 两人吃得津津有味 殊不知两人的话 被门外的母亲听得一清二楚 太硬了 我娘她牙不好咬不动 岳母咬不动 那岳父就更咬不动了 所以我们只好自己享用了 对 母亲误以为夫妻俩正在吃山珍海味 此时母亲火冒三丈 犹如自行车爆胎 都气炸了 那么不明真相的母亲 又要弄出什么幺蛾子呢 点赞关注看下集 父母在桌上吃着肉喝着汤 女儿女婿却躲在一旁吃炕燕菜 其料母亲以为他们偷吃山珍海味 气得将碗筷摔碎 进屋便向丈夫告状 他们打你不到 打你不到啊 丈夫一头雾水 刚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女儿端着鸡汤走进来 母亲却对她冷言冷语 说自己不吃这颗鸡汤 要吃野山餐炖小牌 还要吃青炖螃蟹 还说他们是上坟烧报纸 胡弄鬼呢 女儿听到母亲这样说委屈的不行 哭泣着夺门而出 丈夫心疼女儿 忍不住说了夫人几句 可在气头上的母亲 根本就是爆炒鹅卵食 油烟不尽 对着门口就大骂女儿女婿是畜生 背着他们老两口吃香的喝辣的 父亲对女儿女婿的为人十分清楚 他们根本没钱吃山珍海味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可偏见就如同一座大山 一旦行程很难改变 母亲依然认为女儿女婿是在装穷 就算他们装穷 你不要忘了 是他们两个收留了我们 比那些把咱们撵出家门的人 强多了 好多了 可夫人根本听不进去 朝着丈夫一个劲翻白眼 受了委屈的女儿 哭在丈夫怀里哭得很伤心 妻子为了这个家任劳任怨 有好吃的好穿的总是先想着二劳 可如今还被误会为不孝母 为了替妻子讨回公道 丈夫凌晨宇决定把这些所谓的山珍海味 端给岳父岳母看看 启料却被妻子拦下 因为她害怕要是父母知道 他们过得如此拮据 不仅会伤心 而且还会跟着他们一起吃康厌菜 自己苦点累一点 哪怕受点委屈 也不能让父母吃苦 这才决定不说出真相 启料次日岳母就来找麻烦了 她嘲笑女婿就是叫花子卖醋 一副穷酸样 整天就知道看书 难道还想考状元 女婿当即反驳自己是穷 但是不算 而且自信满满的打包票 倘若自己真的去参加课考 那么状元头衔非自己莫属 岳母轻蔑的一笑 认为她这是厨房里见大海 就吹牛皮 当即和女婿立了赌约 倘若女婿高中状元 她自愿头顶香炉跪拜迎接 我若考不上 我愿从这门外爬进院内 任凭岳母处置 两人击掌为事 次日凌晨与告别家人 准备进京赶口 分别食夫妻俩难舍难分 千言万语静在不言中 殊不知待丈夫再次归来时 已经误使人非了 女婿前脚刚走 外出寻找孝金的小女儿 以及丫鬟玲珑便回来了 两人一左一右地掺着夫人散步 起料回来的时候 母亲看到三女儿端着一碗面 去了隔壁云衣的房间 母亲顿时又不高兴了 而云衣又十分善解人意 让她先把面端给自己母亲吃 可当她送过去时 再次受到冷嘲热讽 我可不吃别人的剩饭 嗯 这么一股刷锅水的味儿 一旁的小妹急忙帮着三姐说好话 可母亲却只丧骂怀 说自从尚书府倒台后 一个个就知道欺负他们老两口 都不把他们荡人 面对母亲的无理取闹 三女儿本着大事话小小事话 只能重新去做一碗 玲珑却让她不用重做 因为即使她重新做一碗 夫人还是那个态度 玲珑接过面让四小姐端去给夫人 并让四小姐说这面是她亲自做的 到时候夫人态度一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果然夫人一听这面是小女儿做的 高兴得犹如敲开的沐鱼 和不拢嘴 只夸手艺好面香得很 母亲吃得高兴 几个女儿也开心 还真是硬了骨话 远得相近的臭 在父母身边的做得千般好 只要有一点不好 父母就会觉得什么都不好 可是离父母远的呢 只要做一点点好的 就什么都好了 可小女儿如今的身份还是朝廷侵犯 为了不连累家人 没待几日便动身离开了 云一见儿子云天昊和玲珑两情相悦 便主动向夫人提亲 喜料夫人官太太死心不改 玲珑虽然是个丫鬟 可是我早已把她视如己出 她在尚书府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了 可是这门户之间 穷小伙爱上尚书府丫鬟 母亲未帮她早日报得美人归 特意找夫人提亲 喜料夫人有门第之见 觉得穷小伙配不上她加压还玲珑 要让小伙去考状元 为了帮儿子娶到玲珑 云一只能答应 次日小伙便入京准备参加五科考 小伙走后玲珑照顾着一大家子的生活 洗衣做饭都是她 自从尚书府倒台后 他们来到农村已经一段时间了 可夫人依然官太太习气不改 不顾玲珑洗着衣服 也要使唤对方帮忙倒水 科迷一口又不喝了 玲珑只能继续回去洗衣服 喜料刚拿起衣服准备洗 夫人又开始使唤 让玲珑帮忙捶捶背 刚捶两下又说可以了 真是大河里洗煤炭 闲着没事干 竟耍人玩呢 云一看不下去 主动帮玲珑洗衣服 喜料被悠闲吃瓜子的夫人看到 走上前便一顿冷嘲热讽 呦 云夫人哪 她还没过门呢 你就这么心疼她啊 可不是心疼吗 那可是未来的儿媳妇 可云一还是很委婉地说 自己一把年纪了 帮小辈们做点事情活动活动筋骨 否则整日闲着难受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呀 是越闲越舒服 云一笑眯眯的说夫人是富贵命 和穷人没法比 表面看这话是奉长 其实是戳人伤疤 丈夫被罢了官拿来的富贵命 当即一个白眼给到对方便转身离去 玲珑急忙替夫人向云一道歉 说夫人是好人 只是脾气有点古怪 没走远的夫人听到这话 杀了个回马腔力生训吃玲珑 一旁的云一帮忙说着好话 夫人这才作罢 云一扶起跪着的玲珑 对他又挨又心疼 趁着玲珑服侍在旁 夫人开始给他洗脑 让他千万不要嫁给云天号那个穷小子 要嫁就嫁有权有势之人 自己是把他当亲生女儿看待 才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 可不论夫人如何劝说 玲珑始终一言不发 气得夫人将他赶了出去 晚上云一生病了 玲珑在一旁静心照顾 可夫人却在屋内大声呼喊玲珑 要让他服侍自己就起 三女儿健壮急忙进屋想服侍母亲 却被母亲训斥 你是我的女儿 小姐 小姐怎么能替丫鬟干事情呢 前一秒还说把玲珑当作亲生女儿呢 这回就一口一个丫鬟了 玲珑进来时刚好撞在枪头上 夫人对着他就破口大骂 让他要牢记自己的身份 他现在是丫鬟 还不是云家儿媳呢 这话仿佛在玲珑的心上插了把刀 但他还是去打水伺候夫人洗漱 却不慎将水打翻 夫人误以为玲珑在和自己作对 当即罚他到院子里跪着 闻声而来的云姨和老爷 纷纷为玲珑求情 可夫人就犹如王八痴秤妥 铁了心要惩罚玲珑 甚至不惜威胁 若玲珑不跪他就去跪 夫人对玲珑有养育和收留之恩 这份恩情重如山 玲珑又岂会让夫人跪在这天寒地冻的院子里 最终玲珑心甘情愿跪着 善良的玲珑不仅不愿夫人 反而十分理解对方 毕竟从一品告令夫人突然变成了穷人 心情不好也是正常的 虽然不怨恨 但不代表不委屈 玲珑看着亲生母亲留给自己的镯子 伤心地哭了起来 为什么别人都有父爱母爱 而自己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 倘若父母知道她受的苦和委屈 是否会心疼她爱护她 这一刻的玲珑似乎下了某种决心 半夜醒来的夫人打开窗 看着跪在院中的玲珑 突然心生不忍 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让玲珑进屋伺候 顺便提醒她给自己煮碗姜汤 次日清晨夫人大声呼喊玲珑 想让她帮自己更衣打扮 其料玲珑已经远走了 只留下一封书信 她要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并在信中承诺找到父母后 一定会回来继续侍奉老爷夫人 以报抚养和收留之恩 好了吧 看以后谁来找过你 那么玲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 她能如愿以偿吗 老太太还会弄出什么幺蛾子呢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女孩凭借一只手镯 苦寻亲生父母多年 可找来找去依然一无所获 以此偶然的机会 太师夫人看到她手上的玉珑 竟然当场失态 这只镯子是亲生父母 抛弃玲珑时 留给她唯一的东西 玲珑猜想太师夫人一定知道 她亲生父母的下落 于是来到太师府 希望以丫鬟的身份 侍奉太师夫人 以此打探亲生父母的消息 果然玲珑的到来 让太师夫人满心欢喜 她迫不及待 把这个好消息与丈夫分享 说是老爷玲珑来了 老爷当即直言 一个良府的小丫鬟来就来吧 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大呼小叫的 可是 她是我们的女儿啊 她就是我们的女儿 也不能相认 原来玲珑的亲生父母 就是太师夫妇 可亲人相见二老却不能相认 只因十八年前 太师参与了后宫 狸猫换太子之事 十八年前 太师的妹妹黄妃和皇后 同时怀孕生子 黄妃本想靠着肚中的孩子 争夺太子之位 其料竟生下一个女儿 黄妃娘娘的美梦落空 于是太师便用 自己刚出生的龙凤胎儿子 替换了黄妃的女儿 可是没想到皇后 也就是当今皇太后也生了的儿子 那就理所当然成了太子 这样一来 太师换进宫里的儿子 根本没希望成为太子 于是太师和沙公公合作 请了个杀手 将皇后的孩子抢走了 然后将孩子送给了太师 这下太师一共有三个孩子 分别是龙凤胎女儿 以及妹妹黄妃的女儿 还有偷来的皇后之子 可他们洗的龙凤胎 知识人尽皆知 次日朝中大臣就会上门道贺 可多出来一个女儿可咋办呢 所以 你们必须得送出这个女孩 对对对 好好好 看着床上的两个女孩 太师夫妇近一时间 不知该送谁走 太师本想将皇妃的女儿送走 却被沙公公阻止 说那可是小公主 要是被皇妃娘娘知道了 后果不堪设想 言下之意 就是必须送走 他们的亲生女儿 夫妻俩哪里会舍得 毕竟已经把儿子送进宫了 要是连女儿也送走了 那他们的龙凤胎 可就一个都没有了 可沙公公却苦口婆心地劝他们 一来礼貌患太子 只是走漏风生 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再者这桩买卖是划算的 毕竟他们龙凤胎的儿子成了皇子 未来说不定还会成为皇上 而且公主还成了他们的女儿呢 最终太师决定 听从沙公公的把女儿送走 太师夫人已经哭成泪人了 送走之前 他取下一只玉镯放入墙堡 沙公公本想将孩子 送到官宦之家门口 起料在大街上遇到归来的梁尚书 沙公公做贼心虚扔下孩子便跑了 看到人影晃动 梁尚书急忙派人上前查看 起料婴儿的哭声吸引了她 打开一看竟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看着娇小玲珑活泼可爱的孩子 梁尚书将她取名为玲珑 然后将孩子带回家抚养成人 换孩子事情发生后 皇妃娘娘一来想念亲生女儿 二来觉得特别愧疚 整日噩梦缠身犯了封闭 皇上为了安抚失去孩子的皇后 便将皇妃的孩子 也就是太师的龙凤胎儿子 交给皇后抚养 一晃十八年过去吧 几个被交换了人生的孩子都长大了 太师的龙凤胎儿子 顺利登基成为皇上 而真正的皇子以及公主 在太师夫妇的抚养下 过着一世无忧的日子 而最惨的莫过于 他们的亲生女儿玲珑 倘若尚书府未倒胎 她虽为丫鬟 但至少可以一世无忧 可梁尚书被太师陷害谋反 官被罢了 家被抄了 玲珑只能跟着老爷夫人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差一点被太师派来的杀手杀死 时不时还要成为夫人的出气筒 动不动被罚贵 为了留下玲珑 太师夫人不惜以离家出走 作为威胁 可太师对玲珑的身份 依然持怀疑态度 便立即找当年 送走她女儿的沙公公求证 果然沙公公证实 当年她的女儿 的确是被梁尚书抱走的 这下玄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虽然二老暂时不能认玲珑 但她在府里有着特殊待遇 不允许她端查到 水干丫鬟的事 还叮嘱儿子黄小板 不能欺负玲珑 要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对待她 恰逢此事文物科举正在举行 玲珑的心上人云天昊 在武科举中脱颖而出 而这正好威胁到了太师的利益 一群人正在屋里商议 如何对付云天昊时 恰好被送茶水的玲珑听到 我有一个办法 保证让云天昊惨败 哦 你有办法 今天晚上 我们进 穷小伙为了娶到心爱的姑娘 不惜进京考武状元 虽然考场聚集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武林高手 但小伙云天昊的实力无庸置疑 凭借着扎实的功底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进入了总决赛 而这一次她的对手 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杀手赵不住 这个赵不住来头可不小 是当朝太师的黑势力 但她还有一个身份 是云天昊的杀父仇人 十五年前赵不住奉太师之命 抢夺云父手里的一本孝经 云父为保护妻儿 不仅孝经被抢走 最终也惨死在赵不住手里 这么多年来云天昊一直奋发图强 两人相视而战 沉不住气的赵不住率先猛然发力 一时间两人打得难解难分 谁也不敢答应 不知道逗了多少回合 赵不住常见一扫之姬云天昊小腿 谁知云天昊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接连重击对方腿部 一个队长后两人迅速分开 双双被阵飞摔倒在地 云天昊用尽全力站了起来 而赵不住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起不来 本以为武状元非云天昊莫属 其料俩主考官对视一眼后 竟宣布照不住胜出 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房顶上偷看比赛的四小姐暖云 直呼比赛不公平 话音当落变飞升而下 来到考官身边 什么叫不公平 我说不公平就是不公平 你如果能让他站起来 就算他赢 站起来 无论照不住怎么用力 始终站不起来 可主考官依然坚持照不住胜出 只因头天晚上太失几人 为了阻止云天昊夺得武状元的头衔 一番商议后兵分两路 一边由照不住出面贿赂主考官 另一边派四史诱惑云天昊 让他沉浸在温柔乡 从而误了次日的决赛 本来一切都天衣无缝 起料计划被玲珑无意间听到 为了救星上人 云天昊不陷入爱河 他一席面杀遮面及时出现 缴合了四史的诱惑计划 云天昊这才能在比赛中显胜 为了让主考官改口判云天昊胜出 暖云直接询问 照不住给了他多少钱 自己比他多给一倍 考官背着手比了个五 意思就是必须多五倍 宣布云天昊获胜后 考官迫不及待地要暖云立马兑现 暖云当即给了他一个红布袋 并提醒对方定要小心 现在人多眼子啊 等他走了以后再打开看 暖云离去 考官迫不及待地拆开一看 只有区区碎银几两 真是太监娶老婆 无可奈何 正所谓螳螂补偿黄雀在后 此次文武科举考试 太师本义是武状元花落罩不住 文状元是他儿子黄小百 这样一来文武状元都是他的人 在朝中他的势力将更上一层楼 不得不说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 喜料出事不利 武状元变成了帅气逼人的云天昊 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文状元上 可他儿子就是卫生口的布袋 草包一个 想要成为文状元男如登天 此时两个人主动上门八戒 那就是死对头梁尚书的大女婿和二女婿 自从岳父梁尚书倒台后 没了有权势的人坐靠山 两人便投靠了太师 为了表忠心 还送给对方价值连城的宝贝 大女婿送的是传家宝经如意 二女婿送的是大经佛 这可真讽刺 想当初这两样东西 可是他们送给岳父的寿命 岳父一倒台立马转送给太师作为回报 太师利用职权举荐大女婿成为主考官 让他帮助自己儿子作弊 同时收二女婿为干儿子 让他拿出两万两银子作为打点费 二女婿肉疼 根本不想给 但一想到太师成了他干爹 这个无形价值能换回多少银子 当即咬咬牙答应了 果然在几人的暗箱操作中 黄晓伯请人代理的试卷 被皇上大大赞赏 他和云天昊都有了面胜的机会 皇上先是对两人大大赞赏一番 接着又询问他们对校的见解 云天昊侃侃而谈 并说自己认识一个对校很有研究的人 这人在民间搜集整理校经 立志要让校经重献天日 而且此人也参加了今年的文科剧考试 名叫林晨宇正是梁尚书的三女婿 此话一出太师等人一脸紧张 毕竟要不是暗箱操作 林晨宇成为文状元是板上钉钉 可皇上却对此人十分感兴趣 朕倒想见见这个人 皇上 你看这投名状元 明日在意吧 那么眼看到手的文状元不翼而飞 恼火的太师又会做出什么幺蛾子 三女婿林晨宇又如何稳坐状元呢 点击左下角看后续 这个岳母闲贫爱抚 竟让穷女婿下跪 不跪 就滚出去 穷女婿只能忍辱跪下 为了改观岳母对自己的偏见 穷女婿毅然决然上京参加课考 谁知她出类拔萃 成为太师的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帮儿子顺利夺得文状元头衔 太师竟挽起了阴招 三更半夜趁着凌晨宇看书之际 用迷烟将她弄晕 由四使一路抬到了太师傅 奇料这一幕恰巧被玲珑看到 玲珑一路尾随 看到四使将人锁起来 并吩咐好声看管 在玲珑看来四使一直都是黄鼠狼给击拜年 不安好心 出于好奇的玲珑 想看看被掳回来的人到底是谁 于是巧妙地制服了守卫 奇料打开门一看竟是自家三姑爷 她急忙上前唤醒对方 凭借着队府中地形的熟悉 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守卫来到后门 悄悄地放走了凌晨宇 而此时守卫也发现凌晨宇不见了 正提着灯笼四处搜寻呢 玲珑为了避嫌急忙回到房间 奇料太师夫妇正等着她呢 王爷 夫人 是你放走了凌晨宇 玲珑以为逃不过急忙跪下认错 奇料太师夫妇不仅没怪对她 反而向她承诺太师傅就是她的家 在自己家里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玲珑察觉出二老对她没有恶意 猜想他们一定认识自己的亲生父母 便要求太师夫妇告诉她 谁是自己的亲爹亲娘 太师夫人没绷住 差点就要和玲珑相认 幸亏太师及时打断了她 坚持声称他们不认识玲珑的父母 可玲珑不是好糊弄的 既然不认识自己的父母 为什么二老对她这么好 看着哭得伤心欲绝的玲珑 太师夫妇真是口渴喝眼水 追悔莫及 亲生女儿就在眼前 他们却不能相认 更不敢上前相认 否则一旦牵扯出十八年前 狸猫换太子之事 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为了让玲珑放弃寻找亲生父母 太师夫人劝着她 说她的父母心太狠了 他们抛弃了你 对不起你 他们太无情 不值得你这么去思念 可玲珑却深情地说 自己一点也不恨爹娘 他们不是无情 也不是心狠 他们肯定是因为 走投无路才抛弃自己的 所以她很想见他们 想告诉他们 玲珑不恨他们 玲珑爱他们 玲珑只是想叫他们一声 爹 娘 这一刻二老眼里 都闪烁着泪花 太师夫人的情绪彻底崩溃 真是耗子爹米缸 又喜又悲 她当即将女儿 紧紧拥入怀中 在玲珑的帮助下 凌晨宇次日顺利面设 皇上对她的考卷连连夸赞 从考卷内容来看 太师儿子黄小百 和凌晨宇故乡上下 这文状元还真不好定夺 而皇上主张以孝之天下 但如今孝金丢失 并没有标准的孝 于是皇上提出 如何获取孝金的问题 让他们二人现场作答 黄小百自信满满的 第一个站出来回答 他认为应该张贴重赏的黄榜 只要孝金还存在 必然有人会为了悬赏献出孝金 可凌晨宇却持不同的意见 孝金虽然失传 但孝金依然存在 即便孝金找不到了 也可以根据黎明百姓 以及臣子君王所做的孝金 再整理出一部新的孝金 说得好 朕 请点凌晨宇为状元 榜眼 黄小百 眼看儿子与状元头衔失之交臂 一旁的太师又开始作妖 他建议设立一个孝金研究院 专门由凌晨宇 以及儿子黄小百负责 此举为的就是不让凌晨宇获得失权 可皇上却觉得这个提议甚好 当即点头同意了 次日文武状元宫花冒持跨马游街 坐在教中的太师女儿 此前对云天昊一见钟情 如今对方成了名副其实的武状元 看着帅气逼人的云天昊 更是一脸春心荡雅 芳心暗许 回去后立马向父亲提出要嫁给云天昊 可太师觉得云天昊忠厚老实 一看就是一个不会为权势动容的人 母亲见女儿富家公子 以及皇亲国妻都看不上 好不容易喜欢上云天昊 便在一旁吹枕边风 让太师同意这门亲事 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 太师立即给云天昊下了邀请帖 云天昊应约前来 云天昊好 黄小姐好 那么云天昊会答应这门亲事吗 倘若不能 老奸巨华的太师又要如何威逼利诱呢 点击左下角看全集 帅气逼人的穷小伙刚考上武状元 就被太师看上 竟要召他为上门女婿 老夫与召你为东床快婿 不知你可否愿意 太师大人 云天昊已有婚约 恰好此时的屋外 丫鬟玲珑前来送茶水 得知太师夫妇正在给小姐说亲 他由衷的替对方高兴 可当得知说亲之人 正是与自己有婚约的云天昊时 他一脸的不可置信 嘴里不断呢喃着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突然屋内传来云天昊的声音 承蒙太师大人看得起 云天昊 身表谢意 天哪 你听你听 你听啊 他答应了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竹叶 这是两人昔日的誓言 誓言由在耳畔生生绕梁 可他竟然要另取他人了 玲珑不敢再听下去 便失魂落魄地走开了 殊不知他刚离开 云天昊便明确拒绝了太师的好意 太师在朝中可谓一人之下 外人之上 自己的女儿又长得婀娜多姿 貌美如花 上门求亲者都快把门槛踏破了 可宝贝女儿谁也看不上 唯独对眼前这个穷小子情有独钟 太师本以为自己出面 这亲事准能成 毕竟云天昊和女儿成了亲 以自家的权势地位 一定可以让他一辈子高官厚禄 其料云天昊这小子竟然不买账 坚持声称自己追求的是品格式情操 并不是权势和地位 太师听后哈哈大笑 他没想到云天昊年纪轻轻 竟然如此古板守旧 但为了女儿的后半辈子幸福 还是苦口婆心地劝对方答应这门婚事 云天昊心硬如铁 你要三思啊 断难从命 说罢便转身离去 云天昊的不识台剧彻底惹怒太师 这种人根本配不上自家女儿 可女儿却一哭二闹三上吊 说云天昊不为权势 如此有骨气 这种人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自己这辈子非他不假 太师无奈只能承诺 一定会让云天昊心甘情愿地娶他 按照律力状元郎得依锦回乡后才能上任 其料太师建言宫里新招募了一批大内侍卫 急需五状元云天昊的加急训练 无奈云天昊只能留在京城 而太师劝着四项无人知己 请皇上为女儿以及云天昊自婚 不明其中缘由的皇上 认为这是天作之和天偶家常 当即下了圣旨 令两人择日完婚 林天昊跪在地上久久不愿上前接旨 直到传旨公共提醒他 抗旨不尊可是要诛灭九族满门抄斩 林天昊只能暂时接下圣旨 可他喜欢的是玲珑 并且承诺高中状元之后就回去娶他 云天昊不知道的是 玲珑早已经来了京城 并且就在太师家做丫鬟了 一番思索后云天昊决定逃婚 其料计划没有变化快 太师知道云天昊肯定誓死不娶 于是又请皇上下了第二道圣旨 让云天昊立即搬入太师府马上成婚 并用他母亲做威胁 想到年迈的母亲 云天昊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接下二道圣旨 次日太师府红装十里锣鼓喧天 准备为两人举行婚礼 云天昊如约而来 可他哪里有新郎官该有的开心 反而皱着眉头愁眉苦脸 就连太监都看不下去了 真是贾宝玉结婚 不是心上人 你别再愁眉苦脸了 看你多大的面子 皇上的亲自派人把你送到太师府 还不知足吗 请吧 婚礼上在宾客的见证下 云天昊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牵着新娘走入礼堂 沉浸在悲伤世界的云天昊 根本没发现心上人玲珑也在现场 只是机械地完成着拜堂仪式 而玲珑也眼睁睁看着心上人与他人拜堂 顿时伤心欲绝泪流满面 一生生送入洞房 玲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 正所谓看着心上人入洞房 肝肠寸断 一行行泪水滑下眼角 伤心到了极致 回到房中便嚎啕大哭起来 你怎么这么伤心啊 有什么话你说出来 我给你做主 俗话说无视献殷勤飞奸击到 那么太师又在打什么主意 次日新婚叶尔的云天昊 在太师府遇到心上人玲珑又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拭目以待 帅气逼人的壮元郎 备受太师垂青 尽力用职权强召他为女婿 一想到洞房花竹叶 新娘不是自己的心上人 云天昊就如同胸脯中了剑 伤心欲绝 反观红带头下的新娘一脸娇羞 新郎迟迟不先盖头 他便轻声呼喊 可无论他如何呼喊 新郎始终坐在那不曾回应 大骂云天昊是不是笼子 我刚才叫了你那么多声 你干嘛不理我 你当真那么烦我 那么讨厌我 云天昊答非所问 询问黄思雨为什么非要嫁给自己 难道就是因为自己是巧美人 还是因为自己是古装剧第一美男 还问这种问题 大小姐脾气爆发的他 当即说要怪就怪你长得太帅了 帅也就算了 谁让你金榜提名 从一介草名变成了达光贵人 自己老爹位高权重 选什么都要最好的 选女婿同样如此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竹叶 这是云天昊和心上人玲珑的约定 没想到竟成了别人 选他为女婿的硬性条件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云天昊还明确告诉黄思雨 两人只能有名无实 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夫妻 分床 谁怕谁 殊不知这正和云天昊的意思 因缘天注定 强扭的瓜是不会甜的 结婚第一天便分床睡 可想而知以后的日子岂会幸福 真是小尼姑看嫁妆 今世无缘了 但两人的面子工程还是得做 次日清晨夫妻俩给太师夫妇请安 起料太师故意将玲珑请来 云天昊这才知道 心上人玲珑一直在太师傅 四目相对的瞬间 此时的云天昊真是手榴弹爆炸 心胆剧烈 因为他违背了两人的誓言 黄思宇见两人认识 便故意在玲珑面前秀恩爱 恋人的眼里是容不得半点沙子的 玲珑见两人亲热的样子 以为云天昊真的变了心 心痛地闭上眼睛 太师这么做就是要让玲珑彻底失望 只因他看出来玲珑和女婿云天昊关系不一般 可如今云天昊已经娶了自己女儿 长痛不如短痛 只有彻底失望 玲珑才能彻底摆脱痛苦 没想到太师对待亲生女儿竟如此狠心 见玲珑与云天昊神情异常 太师夫人更加确定两人的恋人关系 他劝玲珑放弃云天昊 你放心 玲珑没爹没娘 没人疼没人爱 从小就习惯了你来顺生 绝对不会给人家抢东西 玲珑来太师傅 本意是为了找亲生父母 如今不仅没找到 未婚夫云天昊也变了心 无论夫人如何挽留 玲珑坚持要离开太师傅 夫人立马将玲珑要走的消息告诉太师 其量太师十分淡定不仅不挽留 反而说玲珑没主动说出孝金的下落 留下来也没用 原来太师一直都在利用玲珑 只因玲珑和云天昊一家交好 他怀疑玲珑知道失传孝金的下落 于是假意安慰玲珑 实则向他无意间透露 孝金在谁身上 便会引来杀身之祸 如果找到孝金 说不定皇上一定会洗清梁尚书一家的清白 玲珑一听能让老爷夫人官复原旨 当即就要说出 有半部孝金在 孝金是不是在云夫人那里 关键时刻玲珑还是留了个心眼 没有说出孝金的下落 所以当玲珑提出要走时 太师没有半分挽留 还让儿子找杀手盯紧玲珑 方便找到孝金的下落 太师夫人指责他对女儿太狠心了 小时候将他抛弃 现在又利用他 可太师丝毫不觉得愧疚 反而有着自己的一套儿女报恩论 他认为父母给了子女生命 子女就应该言听计从恭敬如命 满足爹娘的一切要求 如今他只是利用一下玲珑怎么了 这是他报恩的时候 生下来就将亲生女儿扔掉 如今还好意思叫人家报恩 真是吊死鬼擦粉 死不要脸 太师夫人虽然对太师的话言听计从 但毕竟玲珑是他亲生女儿 他找到玲珑让他快点离开着 并且让他一定藏好孝金 深夜玲珑逃出 九色财气似使在后面追杀 云天号警随其后要保护玲珑 而玲珑却误以为云天号与他们同流合污 云天号 云天号 我真没有想到 你竟然跟这两个妖女混在一起 然后转身离开 殊不知此时的家里早已鸡飞狗跳 高仲状元的三姑爷 竟然要一只修书修掉糟糠之妻 还大骂视力眼的丈母娘恩断义绝 我凌晨宇状元也口中了 狗爬也爬了 从今以后 我就再也不是你们梁家的女婿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 点击左下方看全集 高仲状元的凌晨宇微父回到老家 他轻轻地推开大门 看到视力眼的岳母在椅子上打瞌睡 便想悄悄地回房看望老婆 喜料刚走两步就被叫住 岳母看她衣着朴素 一看就没高仲状元 当即就逼着她兑现三机长的誓言 凌晨宇想到曾经心在低血的画面 贤凭爱护的岳母一直看不起她 时常言语讥讽话中带刺 你若考上 我头顶香炉跪拜迎接 我若考不上 我愿从这门外爬进院内 任凭岳母处置 正所谓能开口说出的委屈 便不是委屈 能离开的人便不算是爱人 大丈夫能屈能伸 忍长人之不能忍 凌晨宇当即扑通跪倒在地 可岳母却是吊死鬼瞪眼 事不罢休 硬是让凌晨宇从大门外爬进院子 读书人虽手无复机之力 却偏身傲伍 凌晨宇起身后走到大门口 当真一步一步爬进院中 妻子闻声而来 看着丈夫跪着行走在院中心腾急了 急忙上前要将丈夫拉起来 可凌晨宇却摇摇头 妻子健壮只能去求母亲 娘 让他爬 即使女儿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可母亲依然不为所动 甚至是老爷来劝 夫人依然不松口 坚持让女婿爬着进来 此时凌晨宇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仿佛这是给岳母最后的一次机会 就当她一步一步继续往前爬时 无望响起一阵唆呐声 岳母一脸的诧异 下一秒敲锣打鼓的一群人推门而入 官差抬着衣锦还乡的牌匾送至家中 一家人急忙跪倒在地 家人这才知道凌晨宇高中壮严了 凌晨宇换上壮严服后 先是跪拜了岳父 感谢他时常的教诲 而一旁的岳母 自从得知女婿高中壮严 突然变脸开始巴结起来 贤婿呀 你成了 成了壮严了 凌晨宇直接面无表情 无视这个势力眼的岳母 直言你是孙悟空的脸 转眼就变 紧接着便转身感谢云一的照顾 将云天号高中五壮严的试告之 并给云一带了一封云天号的家书 云一满心欢喜地打开 起了下一秒脸色大变 拿着书信便急忙回了房间 众人误以为云一是太高兴了 便没有多家里会 凌晨宇将妻子扶在凳子上做好 给他磕了三个想头 并感谢他多年的陪伴 妻子不明所以 让他夫妻之间不用说这些 岳母更是好言好语 说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 现在做了状元 好日子又来了 凌晨宇抬头看看岳母 再看看妻子 然后毅然决然地起身拿下笔 写下修书 自从丈夫去参加科举考试后 妻子是左辜右盼 终于丈夫得偿所愿高中壮严了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 人是回来了 却再也不属于他了 我凌晨宇 壮人也口中 狗爬也爬了 从今以后 我就再也不是你们两家的女婿了 说罢便哈哈大笑而去 妻子看着那一纸修书 哭得伤心欲绝生不如死 母亲不仅没有安慰女儿 还悠然拂袖离去 丈夫的为人妻子十分了解 虽然被修了她十分伤心 但冷静下来想一想 便认为丈夫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可母亲却持相反意见 对着女儿咄咄逼人 讽刺她十人不亲 被人修了丢人现眼 女儿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本该投入母亲的怀抱寻求安慰 可她的母亲不仅戳她的伤口上 还要撒点辣椒盐巴揉一揉 正所谓伤口上撒盐 痛上加痛 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冷血的母亲 另一边云一回到房间后 再次拿出儿子云天昊的书信查看 信中写到自己被太师捶案 选为东床快婿已完婚 云一怎么也想不明白 儿子不是喜欢玲珑吗 怎么会抛弃玲珑卖身求容吗 殊不知这封信根本不是云天昊所写 而是凌晨与回乡前一晚 被似使偷偷将信掉的包 就在云一陷入沉思时 受了情伤的玲珑回来了 看着哭成泪人的玲珑 云一心疼地将她搂入怀中 殊不知玲珑前脚刚到 太师派来抢夺孝金的牙翼后脚变来了 帅小伙被逼无奈与千金小姐成婚 喜料洞房花竹叶 他竟趁着新娘睡着之际逃跑 新娘醒来后一哭二闹三上吊 岳父更是大发雷霆 为了逼迫新郎心甘情愿地回来 岳父决定使用殷招 如果把他母亲请来 天昊自然就会回来了 名义上是请 实际上就是抓 一群官差在杀手照不住的带领下破门而入 却发现屋内支人从后门逃跑了 当即率领大部队去追 而此时云一一群人 正在竹林里拼命地逃跑 可他们老弱病残 没一会便跑不动了 再这么下去非得一锅端 玲珑决定去引开追兵 可云一却提出由他去 毕竟梁尚书一家少不了他 临走前将云家的传家宝 云是祖传秘方传给了玲珑 然后毅然决然地跑出去引开追兵 果然云一一出现 官差便将他团团围住 照不住二话不说便一大嘴巴打过去 还将刀对准了云一 千钧一发之际 此前他收到儿子考上武状眼 之后被太师招为东床快叙的信 云一误以为他卖身求容 这才没有给他好脸色 可云天昊解释自己是有苦衷的 正所谓孙悟空欲唐僧 有理说不清 云一看着儿子 又看看杀夫仇人照不住 那一脸小人得志样 当即让云天昊打断照不住的腿 照不住根本不是云天昊的对手 三下午卓二就被天昊打得满地爪牙 照不住眼看打不过 竟然一刀刺向母亲云一 但因为角度的不同 躲在竹叶后的玲珑 看见的却是云天昊亲手杀害了云一 真是卖忙掉竞争眼里 就那么凑巧 而照不住则趁云天昊悲痛时 将他点穴抓走了 官兵走后云一倒地而亡 玲珑抱着他的尸体哭得伤心欲绝 跪在云一坟前发誓的玲珑 一定要为云一报仇 亲手惩处云天昊那个逆子 于是和老爷夫人告别 毅然决然地前往京城找寻天昊 替云一报仇 和玲珑分开后 老爷一家又回到了之前居住的地方 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毕竟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又折回来了 就在此时小女儿暖云找来 她本来是和云天昊一起回来的 奇料回到家便发现一片狼藉 两人欲赶到家里出事了便分开寻找 两人也因此走散了 如今小女儿见到爹娘 便询问云天昊的行踪 并说自己喜欢云天昊 因为我喜欢的 希望父母同意 可刚刚二老亲眼看到云天昊是母 又岂会同意女儿喜欢这种人 不明缘由的小女儿 竟然说父母贤贫爱父 父亲见小女儿执迷不悟 先是承认身上有关坏人家的毛病 比如贤贫爱父 讲究门当户对 但大原则是不会变的 必须是善良的人是好人 但是我们反对 云天昊那样了 大逆不道的人 云天昊出身贫穷 你们就说他大逆不道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陷入爱河的小女儿根本听不进去 大骂父亲是贤贫爱父 母亲是丽颜 都是个虚伪的人 母亲不以为然 而父亲气得当场中风下身瘫痪 可被抓走的云天昊 此刻也正被押往京城的途中 为了防止他逃跑 直接将他绑在了树上 半夜他趁着众人休息时 一个翻身将捆绑的绳子 从身后滑到了头顶 而他的动作惊醒了熟睡的一个官差 见他欲逃跑直接一刀砍去 云天昊借力使力绳子当即断裂 恢复自由身的他 区区几个官差能奈他何 打伤几人后便三十六计跑为上级 云天昊一路来到京城 看到老百姓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原来是太后就并发作威在旦夕 宫中的御医各个束手无策 皇上便粘贴黄膀争衣求药 云天昊看到后当即接下黄膀 他抗止逃婚本该严办 但皇上允诺他 若医好了太后就是无罪 如果治不好太后 杀他的二罪归一 只见他把顽脉 胸有成竹的血下方子 然后亲力亲为的熬药 当他熬好药准备端给太后服用时 竟在宫里遇到了同样接下黄膀的玲珑 刺目相对时 玲珑有的只是恨你 恨他虚情假意 贪龙负凤 六亲不认 无情无义 这不是卖花圈在咬牙 恨人不死吗 而此时太后喝下云天昊的药后 竟然唇色发黑 整个人仿佛陷入梦魇之中 下一秒直接没反应了 皇上太后驾崩了 那云天昊将会面临什么遭遇呢 点击左下角看全集 率小伙自诩医术高明 接下黄膀替太后治病 其料太后服过药竞驾崩了 皇上当即龙颜大怒 下指将云天昊打入天牢 一旁的玲珑心存疑惑 走上前查看太后的遗体 发现太后尚存一丝气息 立即拿出一粒睁眼登腿丸给太后服下 其料下一秒奇迹出现了 玲珑写下药方给皇上过目 皇上没有丝毫犹豫 便让太医抓紧配药 可一旁的沙公公却跳出来阻止 毕竟玲珑是最臣家的丫鬟 居心叵测不得不防啊 看着一身正气凛然的玲珑 皇上一番思索后选择信任玲珑 让她当太后的主治大夫 务必让太后恢复健康 而此时天牢里的云天昊可就惨了 因她的要差点害死太后 皇上下旨三日后将她问诊 太师的女儿听闻丈夫要被问诊 急忙跑去求母亲 让母亲帮忙劝说父亲救救灵天昊 虽然两人没有夫妻之事 但毕竟已经拜堂成了亲 太师不忍宝贝女儿整日一泪洗面 便亲自到天牢和云天昊谈条件 承诺只要她答应回太师府园房 继续做自己的成龙快雪 便可以想办法救她出来 呸 做你这种人的女婿 我宁可死 你 太师虽然十分生气 但是为了女儿后半辈子的幸福 依然动之以情小之以理的劝说 可云天昊心意已决 宁死也不愿意卖身求容 还说对方就是蝙蝠身上擦鸡毛 你算什么鸟 气得太师拂袖离去 另一边在玲珑的精心调理下 太后身体慢慢地恢复了 而玲珑所用的药方 竟和云天昊的一模一样 这也就断定药方没有问题 而是熬药的人出了问题 得知云天昊是被人栽赃陷害 皇上当即下旨将云天昊无罪释放 原来云天昊在给太后熬药期间 事事亲力亲为 可太医们对他的药方赞不绝口 便向他请教学问 其料旁边一小太监奉了沙公公的命令 趁机再要里加了点佐料 才导致太后扶过要便晕死过去 而沙公公担心事情败露 假意赏赐立功的小太监 殊不知早在韭菜里下了毒 小太监死后成了背锅侠 真是骗子欲骗子 尔虞我诈 随后沙公公前来禀告 想毒死太后的小太监已经找到了 但是看事情败露 已经服毒自杀了 此案便不了了之 为了感谢玲珑对太后的救命之恩 皇上承诺满足他一个愿望 只要玲珑提出来 百分百满足他 喜料玲珑却想和云天昊拜堂成亲 这下皇上可为难了 毕竟他才刚下过圣旨 让云天昊娶了太师女儿 皇上 是明年与云天昊有婚约在先 请皇上成全 太师也在一旁添油加醋 说自己女儿已经和云天昊拜堂成亲了 岂可再另娶他人 一时间皇上左右为难 于是宝刀未老的太后提出了摸花轿结姻缘 次日花轿姻缘现场 只见广场上有两顶一模一样花轿 皇上带领百官坐在高台之上 随着太监一声摸花轿开始 两位新娘走入广场 一个是爱她 她却不爱的太师之女黄思玉 一个是对她恨之深爱之妾的玲珑 正所谓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两个新娘相互斗嘴 尤其是黄思玉 想当初玲珑在他们家做丫鬟时 黄思玉对她情同姐妹 她质问玲珑为何一定要和自己抢男人 我是不想看着你嫁给一个 忘恩负义 大逆不道的小人 呸 我看你才是忘恩负义 才是大逆不道的小人 说罢便转身做尽了花轿 而摸花轿的规则便是 云天号在三极谷的时间限制内 摸到谁就和谁澄清 百花丛中摸花轿 这会成为千古佳花 可看着场上一模一样的花轿 还时不时变换位置 云天号始终不确定心上人玲珑 到底在哪顶花轿 眼看已经到三极谷了 云天号还是一丝头绪也没有 那么云天号会得偿损愿 摸到心上人玲珑的轿子吗 点击左下角看全集 帅小伙通过摸花轿选老婆 一个是对他穷追不舍的千金大小剑 一个是对他恨之深爱之切的玲珑 三极谷后云天号按住其中一顶花轿 他满心欢喜地掀开帘子 果然是他心心念念的心上人玲珑 可玲珑却一脸愁视地看着他 当晚两人便拜堂成了亲 玲珑 你知道我都想你吗 每天做梦我都梦到你 云天号迫不及待地掀开红盖头 可玲珑却一个转身脱下身上的喜福 只见他身上穿着丧服 新郎云天号一脸蒙圈 询问的话还未说出口 玲珑便转过身来仇视地看着他 然后拉开围蔓 露出一个参白的电字 玲珑 一人自己的亲生母亲你都不认了吗 玲珑看见母亲的牌位 想到了母亲惨死的瞬间 顿时哭得伤心不已 玲珑隶属着他忘恩负义卖身求荣的罪行 甚至大逆不到杀害母亲 拿出匕首就要替云母报仇 就在匕首即将刺入时 却被一个黑衣人出面阻止 一个要杀 一个要救 两人当即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而云天号完全沉浸在悲伤中 全然不顾混乱的场面 抱着母亲的牌位 犹如死人逛街 行尸走肉般走出了婚房 打架的两人也从屋外打到了室外 打着打着玲珑发现了不对劲 黑衣人的武功招式怎么越看越熟悉 卵云 果然面惊扯下正是好姐妹卵云 卵云质问玲珑为何要杀云天号 玲珑解释自己亲眼看到云天号杀害母亲 这才对她动了杀机 暖云把所有事情的真详 都告诉了玲珑 包括云天号被圣旨逼婚 以及云母真正的死因 玲珑如梦方醒 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云天号 也深深地伤害了她 玲珑还得知暖云也深爱着云天号 你为什么替她辩护 因为我 我喜欢她 为了成全暖云 玲珑离开回到孝泉县 一念为云母守灵 一念调适药方为中风的老爷治病 而云天号被玲珑刺激后 决定回乡为母亲守灵 同时追捕杀害母亲的凶手 皇帝欣然同意 还让她接管孝泉县县令一职位 而原来的孝泉县县县令小胡子 被提升为孝州之府 而此时的小胡子正准备拉着贪污来的 一箱又一箱经营珠宝离月 老百姓还给她送来一款 名为五大天帝的牌匾 没想到老百姓如此看得起她 小胡子高兴坏了 但不明白这五大天帝是何意思 一男子解释道歉老爷您 捞钱时惊天营地 享乐时花天酒地 座堂时昏天黑地 百姓恨天怨地 离院时百姓谢天谢地 小胡子一听这不是骂他吗 当即下令将这群人缉拿 一旁的师爷急忙将他拉到一旁拍马屁 说自己服侍了四届县令 您老是任职时间最短 但是捞的油水是最多的 您该捞的都捞了 该拿的都拿了 就放他们一马平平安安的离任吧 小胡子一听觉得有理 便坐上轿子拉着金银珠宝 到芝州府衙报到去了 而另一边暖云得知云天昊要回孝权任职 竟然收拾东西也跟着回来了 还找到了玲珑 得知父亲中风瘫痪 暖云着急不已 玲珑安慰他云母曾经和他讲过 孝金里面有一个治百病的秘方 只要找到孝金 老爷的病就能治好 可此前老爷的半部孝金 被小胡子县令占为己有 几人商议后决定把孝金夺回来 可小胡子已经离开孝权 正在前往芝州府衙的路上 几人商议后决定在半路上拦截 我们去把他抓起来 他们扮作鬼怪 摆出相案在中途宫营湖蒙 还自称是阴间阎罗殿 小胡子目睹恶人享乐 好人受刑的情景 阎王说如今世道变了 只要你说出自己做的恶 就能上天堂 如果不说就是耗子啃菜刀 只有死路一条 小胡子胆小如鼠 误以为自己真的到了阴草地府 为了去往天堂 小胡子把自己的罪行 以及太师的阴谋全都写了出来 包括陷害梁上舒谋反 杀害云天号母亲 以及抢夺孝金贪赃亡法等恶行 还主动将孝金交了出来 阎罗王见孝金到手 当即不再伪装 小胡子得知自己被耍了 犹如癞蛤蟆上蒸笼 气骨气长 暖云击骨状告 云天号看过小胡子的认罪书后 当即要声唐审问 可一旁的师爷急忙提醒 小胡子那可是当朝太师的门生 况且还是新上任的知府 千万不可得罪啊 少给我狗诈人士 你吓唬谁啊 来人 打他二十大板 帅气逼人的小县令不畏强权 即使是顶头上司 犯了法赵打不误 其料手下惧怕全是不敢下手 县令只能亲自动手 板子一拿人一扯 屁股赵打不误 哎呀 哎呀 饶命啊 饶命啊 罪 我认罪 把胡门给我压下去 云天号将小胡子暂时关押 准备压界京城治罪 远在京城的太师 得知小胡子入狱着急不已 小胡子死不足惜 可他的那份供词供出了自己 一旦供词到了皇上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派人迷晕了梁朝臣一家 劫持了中风瘫痪的梁朝臣 然后和师爷李英外合 准备偷偷将小胡子救走 幸亏暖云发现才及时止损 可太师的儿子黄小百却突然出现 还用梁朝臣做威胁 云天号无奈只能答应一命换一命 可黄小百老奸巨华 不仅要小胡子 还要胡蒙的供词 为了营救梁朝臣 云天号只能被迫同意 在交换人质的过程中 杀手照不住突然偷袭 云天号只能一只手 抵挡照不住的攻击 另一只手紧抓小胡子不放 没办法施展拳脚的云天号 被照不住的毒箭锁伤 幸亏被赶来的玲珑相助 而黄小百也趁机拿走的供词 溜之大吉 眼看主子跑了 照不住也学起了主子 三十六计跑为上策 云天号因毒发头晕目眩 玲珑急忙上前扶着他 正当他准备为云天号吸毒疗伤时 暖云却抢先一步 昏迷前云天号将暖云 看成了心上人玲珑 见他如此在乎 便心满意足地昏死过去了 暖云无微不至地照顾 受伤昏迷的云天号 可昏迷中的他却呼唤着玲珑 玲珑 玲珑 还一遍又遍地请求玲珑 不要再离开自己 暖云这才恍然大悟 云天号爱的是玲珑 而此时玲珑端着要来到屋外 他也听到了昏迷中 云天号呼喊着自己 但他和暖云从小一起长大 可谓是情同姐妹 如今竟然爱上同一个男人 为了避免肝大 玲珑敲敲门后放下药碗便走开了 云天号喝下药后 醒来的第一句话 便询问玲珑哪去了 云天号误以为玲珑救了自己 嘴里不断呢喃着 玲珑对我真好 暖云实在忍不下去了 你这是瞎子加电线 胡扯吗 还反问云天号为什么看不到自己对他的好 暖云 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做小妹妹看待 其实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她就是玲珑 暖云放下药碗哭着夺门而出 犹如小寡妇上坟 越哭越伤心 虽然暖云和玲珑同时爱上云天号 但姐妹俩还算心有灵犀 想到此前被小胡子逼得走投无路 只能上吊自尽的那一群孤寡老人 两人变弃不过 于是暖云便将小胡子从牢里 将他强制带到了老人们的坟前 让他跪着忏悔 可小胡子仗着是皇上任命的支付 没有皇上的旨意 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拽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真是如屎壳狼趴在鞭烧上 光知道腾云驾舞 而他却不知道此时是阎王爷下请天 不去都不行了 下一秒玲珑甩出带孝子的布条 他和暖云各执一端 直接将小胡子这个婚冠 勒死在被他害死的孤寡老人坟前 也算给死去的老人报仇了 小胡子死后两姐妹坐在一起谈心 一对情同姐妹的伙伴 面临着友情与爱情的艰难抉择 玲珑承认自己曾经很喜欢云天昊 但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喜欢了 毕竟他曾经不信任云天昊 反而是暖云一直对云天昊坚信不已 玲珑鼓励暖云勇敢追求所爱 可暖云明白自始至终都是自作多情 于是两人达成一致 此事以后绝不再提 至于最后谁能和云天昊在一起 一切顺其自然 而远在京城的皇上 得知云天昊四自处死朝廷命官小胡子 当即要对云天昊严惩 喜料太事防止此事牵连到自己 于是化被动为主动 向皇上呈上孝权献的请愿书 书中是当地百姓罗列的小胡子的恶行 云天昊也因此逃过一劫 此后皇上下旨举荐天下十大笑脸 皇上是风 臣民是草 风往哪边刮 草就往哪边倒 凡当选笑脸者 官吏生三级 庶民赏银万两 一时间老人们的身价倍增 家家争抢老人如获至宝 连无家可归的乞丐老人 也被人抢着带回家 奸商前私有看到这一幕嘴角微扬 以他多年经商的经验 他意识到赚大钱的机会来了 随后众人便做起了买卖老人的勾当 具体发生了什么 点击左下角看拳击 这个女人太强悍了 打老公不分场合 可老公竟然不生气 反而担心老婆的手打疼 抓着小手给吹吹 老婆 如果不解气你再来一下 老婆手拿起来 火辣辣热乎乎的 可舒服了 这天女人一如既往的打老公 可男人就如同后娘的脸 说变就变 反手一巴掌便打回去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我打的就是你 女人直接被打懵了 殊不知这才是他老公的真面目 以前老公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是因为害怕岳父的官职和权势 可如今岳父被罢了官 已经没权没势成了一个普通人 自己也该翻身做主人了 真是阎王爷的扇子 两面阴马 老公还警告他 如果再任性 就一纸修书送他回娘家 女人被丈夫的改变 吓得不敢说话 可丈夫的所作所为不止如此 不仅把老婆的贴身丫鬟那做小妾 而且打着举荐天下十大孝联的名义 和太师的儿子黄小柏勾结 成立了一家孝联院 开业当天请来了众多达官贵人捧场 吏部尚书方为您 作为重量级嘉宾做了致辞 他向众人介绍这间孝联院 主要是为了收养孤寡老人 为那些无家可归的老人 介绍赡养人家 同时也是为了给那些 希望赡养老人的孝子贤孙们 提供老人家 一时间无家可归的老人们 纷纷自愿前往孝联院 殊不知孝联院实际上 干着劫持 出租 买卖老人的够当 他们趁着深夜 将老人一车一车地送往孝联院 甚至还将独居老人抢了去 然后全部关在一起 让他们打地铺睡稻草 适合拉撒全在一个屋 一时间家里没老人的达官贵人 亦或是平民老百姓 为了被选为孝联升官发财 纷纷来孝联院买老人 可老人的数量有限 方卫明和黄小百便做地起家 找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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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常老人卖到两千两 而那些又老又病又有残疾的法更贵 卖到了五千两 理由便是这样更能体现孝心 能体现的孝心越多 当选孝联的机会就越大 一旦当上了孝联可以官升三级 每年捞的油水可是多得数不过来 买家一听有道理 当即心甘情愿掏腰包 而买回家的老人 大多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一把年纪了还要当狗怕 这一幕被前来暗访的率先令云天昊看到 气愤不已的他一通威逼下 男人终于说出买假爹的事情 举孝联 买假爹 换他 换他 而远在京城的皇上 上一秒还在未收到举孝奏折的感人故事感慨 下一秒便看到云天昊举孝联 买假爹的奏折 皇上龙颜大怒 让方为民彻查此事 可他本就参与了买卖老人的勾当 岂能真让皇上彻查此事 于是倒打一耙 说举孝联是万民参与的天下第一大事 有那么一两件弄虚作假之事也不可避免 而云天昊借机一页账目一篇盖全 完全是抵触举孝联活动 本以为皇上会惩罚云天昊 岂料这次皇上不仅没治罪 反而对云天昊一通夸奖 认为他提醒得很及时 便让方为民一定要严加审查举孝联的人选 坚决不能出假孝联 而方为民作为此次举孝联的负责人 皇上让他一定要做模范带头表率 争取做十大孝联之一 方为民虽然领了纸 可这却让他犯了难 他没爹没娘这模范可怎么带头啊 妻子建议他将岳父岳母接回来孝顺 可方为民却不准 一来岳父岳母是被罢了官的 二来他现在因巴结太师 正是火车头没灯 前途无量的时候 而岳父是太师的死对头 倘若他把二老接回来 这不是和太师作对吗 于是决定买一对老人回来孝顺 妻子软弱无能 只能听从丈夫安排 次日一对老人被蒙着头带到了方府 为什么蒙着头啊 这是规矩 娶妻娘子盖红盖头 但一夫一母要盖黄盖头 只有等到跪拜仪式结束后 一夫一母才能接盖头 方为民按照一切流程认了清 其料揭开红盖头 竟然是自己的岳父岳母 这个男人为了当选十大孝联 买来两位老人行假孝 其料盖头一嫌 竟是曾经被他赶出家门的岳父岳母 母亲当即泪流满面 父亲怒怒远征地盯着眼前的好女婿 女儿们见父母嘴里被塞着布条 急忙上前扯下布条 小 小啊 当今皇上推行孝道 如今又是推选十大孝联的风口上 男子赶紧跪下向岳父母赔罪 直说自己不知道是二老 说自己瞎子上楼梯 不知高低 大水淹了龙王庙 不认识自家人 那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原来中风的老爷在玲珑的条理下 身患症状的他得到改善 已经能处着拐杖独立行走了 老两口一番商议后 便决定静静探望女儿 他们先是到了二女儿家 二女儿以前贤贫爱抚 自从父亲被罢关后 和丈夫合谋将二老赶出家门 如今丈夫像变了个人似的 对他冷眼相向拳打脚踢 此次父母再次相见 他更加懂得亲情的珍贵 为以前对二老做的事感到愧疚 可无论儿女对爹娘怎么样 做爹娘的对儿女的疼爱是永远不会变的 次日几人便去尚书府探望大女儿 老爷看着此情此景感慨良多 想当初这可是他的抚押 如今变成大女婿的家里 他们本想上前请官差通道一声 却遭到了无情的驱赶 这里原来可是梁尚书的官邸 梁尚书被罢关了 官邸轮留住 如今这官邸改信了 姓方 是方府 几人只能信信地离开 小女儿怕二老不高兴 便带着他们逛街 齐料在街上看到二姐夫带着小妾逛街 小女儿便让父母在原地等他 他要去帮二姐出口气 齐料他前脚刚走 二老便被孝连院的人抓走了 爹娘失踪后 四姐妹四处寻找无果 于是求助有权有势的大姐夫 可此时认领的义父义母已经到了 大姐夫只能先认清 便有了开头滑稽丢脸的一幕 大女婿二女婿已酒向岳父岳母赔罪 想到此前种种老爷本不想喝 但两个女儿已经嫁给了他们 为了女儿 老爷忍辱夫重向两位女婿敬酒 感谢二位贤婿一片孝心 大女婿犹如耗子肯玉米 顺赶爬 满口孝精的话 什么孝乃天之经地之意 而老爷看破不说破 仅有唯一的心愿 我求你们善待我的女儿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经过一番折腾 刚回到家老爷便病倒了 三女儿哀伤地说 爹这个人一辈子宁折不安 可是为了女儿 连自己的尊严都放弃了 这么一闹大女婿想成为 十大孝连楷模的梦想幻灭了 于是窜多妹夫前私友去参选 前私友想起早已被赶出家门的母亲 急忙去寻找 其料来到母亲住处黑灯瞎火 早已没了母亲的踪迹 殊不知母亲也早已经被手下劫持到了孝连院 前私友急忙到孝连院四处寻找 发现母亲已经被人买走了 他从孝连院的账簿中 找到了母亲的去处 决定花钱把母亲赎了回来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表示 要痛改前妃孝敬母亲 明知儿子说的是假话 但作为母亲还是宁可被欺骗 也愿意相信儿子 前母心甘情愿跟着儿子回了家 为了能当上孝连 前私友把母亲当菩萨一样供养 不仅住得豪华有丫鬟伺候 还挤养了一只会叫娘的宠物鸟 就连平日里供奉的菩萨都换成了精的 其实 娘不要金不要银 娘要的是儿的孝心 哎呦娘啊 儿有啊 儿有 前私友一连串的竞效操作 哄得前母笑得合不拢嘴 而另一边丢失老人的案子接连不断 家属们击鼓报案 纷纷聚集在县衙 请求县令云天昊做主 外出查案的下属归来 向云天昊禀报 大多丢失的老人都是在孝连院 但是孝连院后台很硬 他们没办法进一步继续查下去 云天昊决定立即前往京城 夜闯孝连院探个究竟 但想到此去凶多吉少 便去向母亲辞行 太儿就是丢了这顶乌纱帽 也绝不放过那些那里不到的恶贼 那前去孝连院的云天昊会发现什么惊天秘秘呢 点击左下角看全集 帅气逼人的七瓶小县令 决定不顾自身前程 营救被拐卖的老人 而此时的孝连院内 为减少成本 院里的老人过着非人的日子 一位老人还被虐待致死 死了 又损失两千两银子 老爷知道一定要骂他 说罢便将死去的老人拖了出去 而这一幕被早已躲在暗处的暖云和玲珑 禁收眼底 暖云偷偷前进屋里 叫醒熟睡的老人 要将他们救出去 起料刚走到院子里 就被巡逻的四史发现 免不得一番厮杀 而玲珑趁着混乱 准备先将老人们安全送出去 可杀手照不住进半路阻拦 幸亏一深夜行医的云天号相助 玲珑带着老人们 才畅通无阻地来到了后门 眼看胜利在望 四史又杀了过来 为了逼玲珑住手 四史不惜挟持老人当人质 玲珑无奈只能放弃抵抗 但同时劝四史将老人放了 毕竟这些老人一把年纪了 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可四史却一口同声的说活该 他们四人如此恨天下的老人 只因他们自幼 遭到亲生父母的抛弃 玲珑告诉四史她感同身受 也是她从小被爹娘抛弃 但是她心里明白 天下没有不爱儿女的爹娘 爹娘一定是因为走投无路 才会抛弃自己的骨肉 她曾经也恨过亲生父母 但正是因为想念才会去恨 玲珑的话说到了四史的心里 同是天涯沦落人 乡间和太极 他们放下了武器 让玲珑将老人们快点带走 而此时后院突然着火 暖云和云天号 趁着救火之际安全脱身 黄小百担心买卖老人的勾当 捅到皇上那里 自己小命不保 毕竟已经闹出了人命 于是请方为民拿主意 别看方为民长的温文尔雅 其实她是花生里钻尽臭虫 不是好人 她完全扭曲事实 篡改成了恶人纵火行凶 一群老人被大火困住 老人们的生命危在旦夕 就在这关键时刻 有一位老太太 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 救出了被困的老人们 而老太太却葬身火海的英勇故事 方大人 哎呀 你把坏事给我变成了好事 你把倒霉给我变成了走运 哎呀 你把吃亏给我变成了不便宜 方大人 靠平啊 黄小百听从方为民的建议 把被他们虐待至死的老人尸体扔进火里 扬装成了舍己救人葬身火海的老太太 再由方为民将此事上奏皇上 皇上身为感动 不仅手书八个大字 舍己救人 光照千秋 赠予孝连院 同时船只要将纵火犯缉拿归案 官差领了圣旨 当即前来缉拿暖云这个纵火犯 幸亏云天号提前知道 一通打配合的虎脚蛮缠后 暖云安全逃脱 而孝连院得到遇刺 舍己救人 光照千秋的牌匾 还举行了盛大的招摇撞片的葬礼 这操作真是破袜子做口罩 死不要脸 一番颠倒黑白的操作下 众人对孝连院有口皆碑 而全国选举孝连活动也已经接近尾声 最终进入总决赛的有一百名 十大孝连须在这一百人中选择 但十大孝连是天下人的楷模 人选上应该慎之右慎 凌晨宇建议派考察团 到这一百名人选中逐一考察 皇上觉得这个提议甚好 当即同意了 可当他得知这一百名候选人中 竟没有孝泉县的人 当即大发雷霆 孝泉县乃神水之乡 素以孝文明天下 这次十大孝连评选 竟然没有孝泉县 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为了让孝泉县推选出孝连人选 上头将压力给到了当地县令云天号 云天号将县里德高望重之人请来县压 请他举荐他们眼里的孝子 让人意外的是众人一致推选 被罢官的梁尚书家三女儿以及丫鬟 其中一个老婆婆说自己活了一百零八岁了 在所有见过的人当中 论孝顺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俩 是南宇和玲珑 这不是自家未来媳妇吗 云天号一听笑的何不拢嘴 殊不知正是这个提议 派的玲珑重判亲离 成了人人唾弃人人喊打的反面教材 因为太师得知亲生女儿要被推选为笑脸 竟然太沙手照不住来阻止 因为玲珑尽笑 是给梁朝臣尽笑 如果他当了笑脸 梁朝臣不就没罪了 我跟你说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点击左下角看全脊 这个丫鬟以身是要尝遍白草 只为给中风老爷治病 他摘下两颗红色果子放进药罐里 熬好药后毫不犹豫地喝下 等了好一会都没有出现任何副作用 次日玲珑胆子便大起来 打算加大红果子的用量 可真要放石油犹豫了 他想起试试云医说的话 这草药能活血化瘀 数突经脉 但是奇度无比 一用起来 可千万要当心呢 但为了让老爷正常行走 玲珑一番思索后 还是将红果子放了进去 要熬制好后 他再次以身试药 试着喝一口没啥感觉 便将整碗药一饮而尽 随后他看看手摸摸脸 并没有出现任何不适 就在他误以为研制成功时 突然腹痛男人胸闷闯不过气 然后便晕了过去 而此时的老爷夫人 还不知道玲珑一身 是要昏迷的事 看着桌上粗茶淡饭 夫人筷子一摔老毛病又饭了 整天是泡饭咸菜咸鱼 那好人都受不了 何况病人啊 见母亲生气了 女儿急忙承诺一定想办法 给爹娘弄点好吃的 母亲一个白眼 哼了一声便离开了饭桌 一旁的父亲看不下去 替女儿辩解 说他一个女孩子养活两个老人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不要蹬着鼻子上脸 得寸进尺 而且有女儿这个孝心 每天吃炕燕菜也心甘情愿 可母亲却反问孝心能当饭吃吗 光有那孝心 没有孝的能力 让爹妈吃苦受罪 那更不孝有什么两样 让求女儿没有那金刚钻 就别拦那刺气活 我看你啊 又忘了那爬墙头的滋味了 你脾气见长了 敢把我顶嘴了 眼看父母因为自己争吵起来 女儿急忙跪下请罪 委屈的同时 又自责没照顾好爹娘 然后哭着便跑了出去 他冒雨来到及时 选了一块最小的肉 老板一称要十个铜板 可他手里只有四个铜板 远远不够买肉钱 于是恳求老板卖一半给他 肉本来就小 再切掉一半 另一半就卖不出去了 老板说什么也不同意 为了让父母吃上肉 他来到当铺 决定把家里唯一的一把伞当了 掌柜讥讽他下雨天来当伞 姑娘宁可真是古今第一人 看过伞后掌柜只给他三文钱 他求着多给几文 掌柜见他困难可怜 便多给了两文 凑够钱后 他终于买到刚刚那块肉 就在他拿着肉准备回家时 雨太大了 他不得不退回肉铺老板这壁雨 老板得知他把伞当了买肉 立即多给了他一块肉 担心在家里的父母饿肚子 他提着肉冒着大雨跑回了家 可母亲并没有关心浑身湿透的他 反而看见肉高兴得不得了 肉 女儿 哎呀 老爷子 有肉吃了 有肉吃了 从不下厨的母亲 高兴地提着肉便去煮饭了 真是有了肉吃咸豆腐 贪得无厌了 而另一边以身是要昏迷六小时的玲珑 竟然缓缓睁开了眼睛 再次醒来身体也没有其他一样 玲珑十分高兴 他终于掌握了药的用量了 他高兴地来到云一坟前 分享这个好消息 而就在这个时候杀手照不住奉太师之命 趁机把药加量放进药罐 为了防止被发现 还用筷子搅一搅 不明所以的玲珑端着熬好的药 兴高采烈地来到老爷住处 老爷在大家满怀期待地喝下药 不一会老爷便觉得 有一股暖流朝着四肢上走 平日里没知觉的两条腿热乎乎的 一家人高兴坏了 当即让老爷起来试着走走 只见老爷不用拐账 更不用大家的搀扶 就像刚学走路的孩童一样 一步一步地迈出去了 老爷高兴坏了 边走边呢喃我能走了 一旁的夫人和女儿们也高兴坏了 其料下一秒 那玲珑又会面临什么遭遇 点击左下角看拳击 中风老头吃下丫鬟熬制的药 立马剑步如飞 其料下一秒尽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夫人女儿急忙上前查看情况 可任凭他们如何呼喊 老爷始终一动不动 玲珑叹了一下呼吸 竟然没气了 玲珑愣在了一旁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云天号带着考察团前来 本来的目的是奉朝廷旨意 考察玲珑这个女孝莲的真实性 没想到竟遇到此事 真是瞎子摸到三叉口 完全不知所措 云天号急忙上前把了下麦 发现老爷还有气息 只是成为了植物人 能不能醒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一旁的玲珑自从老爷吐血倒地后 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 无声地流着眼泪 他十分自责 突然夫人慢慢转过身来 一把将玲珑拉起来 声泪俱下地质问玲珑 你为什么要害老爷 你为什么 哪怕被推倒在地 玲珑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辩解 眼看媳妇被欺负 云天号急忙拦着护着 任凭夫人将怒火发泄在自己身上 云天号着急不已 让玲珑快点解释 可玲珑误认为是自己的要出了问题 才害得老爷成了植物人 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自己有罪 玲珑的一句有罪 无疑是间接承认自己毒害老爷 可他对二老的情谊 大伙都看在眼里 谁都不相信他会下毒害老爷 有罪没罪还不是夫人一句话 可夫人坚持声称玲珑罪该万死 此刻夫人完全忘记了 罢官后要是没有玲珑 老两口恐怕早就死了 玲珑要想害他们早干嘛去了 有了夫人的指证 官差当即把玲珑压界进京 而远在京城的太师 得知死对头梁朝成成了植物人 高兴地下巴骨脱臼 可不拢嘴 而梁朝成的三女婿林晨宇 自从高中状元休期后 便投靠了太师 林晨宇建议让太师做一个顺水人情 让皇上赦免梁朝成一家 让他们居家返京安享晚年 一来可以博得好名圣 二来梁朝成的门声会感激太师 反而立于收买人心 太师觉得这个提议甚好 果然已经提出皇上便同意了 而夫人接到准他回京的圣旨激动不已 老爷 老爷 皇 皇 皇上免罪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过了这么久颠沛流离的生活 老两口终于回家了 回到京城后吃穿用度便好了 奴女俩每天都会将不省人事的老爷 挪到院子里晒晒太阳 希望对老爷的病情有帮助 小女儿得知父母回来了 急忙回家探望 母亲将一切都怪在玲珑身上 可三小姐坚持声称凶手不是玲珑 她都一身试药了 干嘛还要害父亲呢 是为了孝金 允夫人说孝金在谁手里 谁就是杀害云大夫的幕后使者 玲珑是云家的媳妇啊 此前有半本孝金在老爷手里 夫人误以为玲珑是为了替云家报仇 财下毒害老爷的 明明是自己养大的半个女儿 竟然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突然觉得玲珑真是太可怜了 皇上主张以孝之天下 而玲珑毒害自家老爷的做法 是为不忠不孝 按照律力当斩 但是念在她救过太后的份上 死罪难免活罪难逃 让她鞭榻势众仅是他人 太师夫人得知亲生女儿要被鞭榻势众 急忙跑来让丈夫救救玲珑 可她不知道的是这一切本就是太师社的局 无论她如何劝说 对于相救玲珑一事 太师始终不曾点头答应 那孩子即便是女生的 可是她已经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 是别人抚养大的 我们一千也没有养过她 怎么能有感情呢 太师夫人只能心如死灰地离开 次日皇上为天下十大笑脸带红花发奖赏 还将十恶不赦的犯人 拉到街上游街室 而玲珑也在其中 他们穿着囚服带着铁链 周围的老百姓们 都拿盛菜残渣砸向他们 女孩被诬陷成杀人凶手游街室中 老百姓纷纷朝她扔菜叶 就好似她是十恶不赦的大魔头 一个臭鸡蛋砸在玲珑的脸上 但轻顺着脸颊流下 玲珑无背无喜忍有打砸 仿佛这一切都是她罪有应得 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玲珑被绑在耻辱柱上 默默地忍受着鞭血 躲在一旁的太师夫人 看着亲生女儿遭受如此屈辱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人群中的前母更是不忍直视 转过身去掩面而起 突然玲珑发现眼前一片模糊 她摇摇头使劲闭上眼睛在睁开 眼前还是一片模糊 由于是要过量 玲珑的眼睛瞎了 见女儿遭如此大罪 太师夫人再也忍受不住 心痛地晕倒在地 而暖云不堪好姐妹受虑 强行闯入刑场 将执行边刑的官差一把推开 两人自幼一起长大 暖云根本不信玲珑会下毒害自己父亲 而暖云的闯入让皇上震怒 立即下令将她拿下 玲珑只能劝暖云快点离去 就在这时帅气逼人的云天昊飞身前来 直呼玲珑冤枉 请皇上彻查此事 想到玲珑曾经救过太后 皇上有片刻的迟疑 起料大姑爷方为明镜跪下卖残 说自家老岳父被玲珑毒害 至今昏迷不醒 请皇上一定要严惩凶手 这可真是伤口上散颜 痛上加痛 事实摆在眼前皇上不再迟疑 指责云天昊身为朝廷命官不干正事 虽然被皇上历声呵斥 但为了救下玲珑 云天昊依然从见如流 说笑道是美丽的是幸福的 更是欢乐的 可是如今却变成了丑陋痛苦虚假 十大笑莲花钱买 至善至孝敬牢房 如此下去 是风不良 人心不仁啊 云天昊的话让皇上震怒 立即将他革职为明永不录用 还让玲珑继续捆在耻辱柱上 必须示众一天一夜 云天昊还想继续为玲珑求情 这下皇上真是汗条碰钢板 火冒三丈 当即下旨在玲珑示众期间 凄凉的月光下 玲珑被绑在耻辱柱上 云天昊跪在不远处陪着他 虽然两人都没有说话 但玲珑依然觉察到了云天昊的存在 两人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玲珑劝云天昊不要再因为自己惹怒皇上 他有着大好的前程 不能因为自己而毁了 两人只能有缘无分 雖然我的眼睛瞎了 可是我知道是你来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玲珑 可是我们有心有情有望 爱就是缘分 可天底下有那么多有情有爱的人 最终还不是劳燕纷飞了 可云天昊认为能分开的 都不是真情至爱 两个至情至爱的人 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分开的 玲珑被云天昊的真情打动 他破涕而笑 在此刻两人也更加认定了彼此 而一直深爱着云天昊的暖云也来了 他听到了两人之间的心灵对话 他意识到玲珑才是云天昊 值得用生命去爱的人 另一边白天在刑场晕倒的泰氏夫人 竟然被三女婿凌晨宇救了 眼看自己的亲生女儿受苦受难 却不能搭救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最大的痛苦 泰氏夫人没想到凌晨宇 竟然知道玲珑是她女儿 她询问凌晨宇为何要救自己 凌晨宇只是说自己当良府女婿时 被所有人看不起 唯有玲珑处处关照自己 如今看着玲珑受苦受难 自己想救却救不了 前台词就是让泰氏夫人吹枕巾峰 求泰氏救救玲珑 可泰氏夫人说自己和她一样 想救却救不了 泰氏能救玲珑却不想救 不想救 是因为怕救出麻烦来 如果你去告诉不想救的人 不救 就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在凌晨宇的指点下 泰氏夫人在密室里找到丈夫 她威胁泰氏倘若不愿意救玲珑 她立马就去刑场上跪着 并且和玲珑相认 到时候十八年前 离猫患太子的事情就会昭然若见 泰氏无奈只能将令牌给了夫人 玲珑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定时炸弹 所以夫人前脚刚走 也就算了 如今竟然还要杀她 那么瞎了眼的玲珑是否能逃过一劫 点击左下角看拳击 这个老头太狠了 为了争权夺位 将当初生的女儿抛弃 十八年后 亲生女儿来到身旁 她不仅没和女儿相认 还要派人杀了她 随后还羞愧男当的独自忏悔 我弟 对不起你啊 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真是当了婊子还要立派方 都要杀你女儿了 还在这桩什么妇女情深呢 杀手照不住在太师的寿意下 乔装打扮混入刑场 准备杀了玲珑 可还是被守卫拦住了 眼看目标就在眼前 照不住一脚一个轻松解决了守卫 就在她拔刀准备杀了玲珑时 躲在一旁的暖云急忙抽出配件扔了过去 玲珑也因此逃过一劫 有了暖云的保护 照不住根本没办法靠近玲珑 再加上武功高强的云天号 照不住根本逃不到半点好处 即使她拿着武器 也被赤手空拳的云天号打得节节败退 几人的打斗声吸引了大批守卫前来 照不住只能三十六计跑位上策 云天号几人也赶紧离开刑场 为了防止杀手卷土重来 他们使用轻功一跃而上 躲在了城楼上暗中保护玲珑 守卫巡视一圈后 未发现可疑之人 便下令加强戒备 这时太师夫人手持令牌而来 面对耻辱柱上的亲生女儿 她终于说出自己是玲珑的亲娘 为了让玲珑相信 她提到了那只一直陪伴玲珑子 那正是她留给玲珑的 你是我娘 你给过我母爱吗 我的娘就留下一个镯子给我 然后就抛弃了我 人家哪有这样的亲娘啊 面对女儿的质问 太师夫人无言以对 只能流着泪不断地和玲珑道歉 都说爹娘的心就是儿女的天堂 可玲珑却丝毫看不到光明 感受不到温暖 体会不到亲情 虽然玲珑不愿意和太师夫人相认 但她绝对不会再看着女儿受误 她当即让人松绑腰带玲珑走 可玲珑却拒绝了 她一直以为亲生爹娘抛弃她 是他们日子过不下去了 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所以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渴望见到他们 可她做梦也没想到 她的亲生爹娘 竟是全清朝野的太师夫妇 他们有权有势 那么当初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不要敢来伤害我了 见玲珑情绪激动 太师夫人只能伤心离去 而在城楼上目睹一切的云天好和暖云 得知玲珑是死对头太师之女 竟对玲珑产生了怀疑 毕竟太师一直想得到孝金 而如今有半本孝金的确在玲珑手里 他们误以为玲珑是为了和太师夫妇相认 才一时糊涂犯了错 次日清晨玲珑的示众时间已到 被松绑后守卫好心给了她跟拐杖 只见她拄着拐杖 摸索着走在大街上 一步小心脚磕到台阶 整个人摔倒在地 就在她趴在地上四处摸索拐杖时 前母拄着拐杖来到她身旁 让玲珑以后跟她过 还将玲珑认作了一女 玲珑真是命太苦了 被亲爹利用 母亲不敢认她 好姐妹和男朋友也开始怀疑她 真是胡椒净在醋里 心酸至极 好在前母收留了她 娘俩就这样相互搀扶着回了家 而太师夫人一路跟过来 看着女儿被前母收留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说到前母也是可怜人 儿子傅甲一方却把她赶出家门 为了当选天下十大孝莲 又一把鼻涕一把泪 把她请回府中 当菩萨一样公养 不仅住得豪华有丫鬟伺候 还挤养了一只会叫娘的宠物娘 就连平日里供奉的菩萨都换成了精的 其料孝莲选举完毕 儿子就露出了真面目 立马把她赶出了家门 好在如今有了玲珑这个甘女儿 玲珑从小被父母抛弃 从未感受过父爱母爱 而前母虽然有儿子 但也从未体会过儿子对她的笑 正所谓牛郎之女哭梁柱 同病相怜 一老一少互相陪伴 都弥补了曾经的遗憾 而泰师夫人趁泰师不在 偷偷进入密室 在桌子底下找到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竟然是半部孝经 原来半本孝经一直在泰师手里 夫人拿出孝经仔细寻找 突然发现封面的阁层里竟然有东西 而这正是云家的祖传解毒药房 她急忙抓了要给前母送去 让她给玲珑吃 你千万不要告诉玲珑 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否则 她的眼睛治好了 我的眼睛就该瞎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点击左下方看全集 盲人女孩喝下一碗药后 近奇迹般的重见光明 娘 娘 娘 我看见了 母女俩高兴地抱在一起 虽然两人不是亲生母女 但在玲珑无家可归 最孤独无助时 是前母收留她照顾她 这份恩情不是一两句感谢可以表达的 可前母却说最该感谢的是另外一个人 玲珑这才知道自己喝的药 乃至两人日常的生活开销 都是亲生母亲太师夫人送来的 而今天正是太师夫妇的生日 玲珑能重见光明 这对于太师夫人来说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前母高兴地前去向太师夫人报喜 果然太师夫人得知女儿重见光明十分高兴 还让前母留在府里做客 而玲珑在院子里愁眉苦脸走来走去 看着母亲留给她的镯子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这么多年来她渴望父爱母爱 如今亲生父母终于找到了 而且母亲还治好自己的眼睛 今天又是二老的生日 虽然他们没有养过自己 但至少给过自己生命 玲珑当即决定去给二老助手 正当她正未送什么礼物发愁时 突然被接上一家三口的尼恩西 孩童坐在父亲宽大伟岸的肩膀上 母亲在一旁牵着孩童 俨然一副副词字笑的景象 这不正是自己自幼向往的吗 她当即毫不犹豫地买下它 可到了助手环节 别人送的不是漂亮的玉石 就是价值连城的大金佛 玲珑低头看了看自己怀里的尼人 根本不好意思送出手 再加上看到泰式夫妇的一双儿女 环绕膝下其乐融融 玲珑伤心之下便默默地走了 可到了院中发现四驶正把兽女 一箱一箱地搬到密室 玲珑正想跟上前去查看 其料两个戴面具之人抢先一步 玲珑只能躲了起来暗中观察 没想到面具之下的两人 竟是云天昊和玲珑 两人趁着四驶离开后便偷偷进了密室 看着价值连城的古董和珍宝 云天昊感慨泰式太腐败了 估计国库都没这么充盈 就在两人四处寻找孝金时 暖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古董 为了防止被发现 两人急忙把碎片藏了起来 此时泰式的儿子黄小柏突然倒来 他们只能赶紧藏起来 来到密室后的黄小柏 竟然用涂了金粉的甲元宝偷换真元宝 每次偷换一点 太师的金元宝 差不多已经都要被他换光了 而这时四驶发现地上的碎片 察觉到有人潜进来了 行踪暴露后 暖云利用黄小柏爱才如命的个性 将古董一个个扔给他 黄小柏害怕古董摔碎 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人逃出密室 刚出密室两人便惊动了府里的守卫 一路被追杀 而密室里的黄小柏赶紧打开桌下的暗阁 发现半本孝金还在暗自庆幸 可以抬头 玲珑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玲珑点了他的穴道 趁机拿走了半本孝金 这下他终于凑齐整部孝金了 而此时的太师府里 云天号和暖云被太师的人团团围住 无数的弓箭手对准了他们 两人插翅也难逃 太师一声令下 无数的箭矢朝着两人射去 两人只能拼此抵抗 就在这是他们的好友 悄无声息地来到弓箭手的背后 直接将弓箭手解决掉 云天号腾出手后直接腾空而起 一剑刺向太师 要为死去的父母报仇 眼看太师就要死于刀下 玲珑突然出手阻止 一掌击退了云天号后 挡在了太师夫妇身前 虽然他们抛弃了自己 可善良的玲珑做不到 眼睁睁看着亲生父母死在眼前 于是他请暖云和云天号放过他们 玲珑我真没想到你会认贼做父 箭力妄议的人 玲珑白口莫辩 暖云愤然离去 玲珑本想和云天号解释 可误会已经形成 心上人也愤然离开了 看着好姐妹和男友离去的背影 玲珑陷入悲伤久久无法自拔 其料太师这个卑鄙小人 觉得这是杀死玲珑的最佳机会 于是一个眼神给到杀手 那玲珑会逃过一劫吗 点击左下角看拳击 这个爹太狠了 为了权势地位 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 一个眼神适宜 杀手便举刀从背后偷袭 欲对玲珑发起致命一击 其料钱母穿过去 奋不顾身地替玲珑挡下 随着拐杖掉落 钱母倒在了玲珑的怀里 娘 玲珑 你不要碰我 玲珑做梦也没想到 她的亲生父亲 竟然对她痛下厮守 她颤抖着从怀里 拿出给父母的倪人寿礼 此刻她觉得是多么的讽刺 她渴望父爱母爱 希望能像倪人一家三口 一样其乐融融 父亲伟岸的肩膀 是她的靠山 母亲的微笑 是抚慰她心灵的良药 可惜终究是她贪心了 伤心失望的玲珑 将倪人扔在地下 她扔掉的不仅仅是倪人 更是她对父母的期盼 你们要杀我 就杀吧 玲珑的命是你们给的 你有权利收回去 玲珑抱着眼眼一息的 钱母离去 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 太师夫人心都要碎了 玲珑走后劳两口 小心翼翼地捡起摔碎的泥园 仿佛那是世间海事珍宝 太师更是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悔之莫及 玲珑尽心尽力服侍着钱母 祈祷有奇迹出现 可钱母自知自己快不行了 唯一放不下的就是逆子钱私有 临终前她说出梁尚书被毒害的真相 她让玲珑不要再自责了 她是被冤枉的 真正下毒毒害梁尚书的事杀手照不住 而逆子钱私有就是帮凶 钱母如此熟悉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正是因为几人商议史人 被她无意间听到的 她对玲珑好 一来真心喜欢玲珑 二来也是为了帮儿子赎罪 她拿出金簪交代玲珑 一定帮钱私有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并且死后将她火化 骨灰就放在枕头里转交给儿子 得到玲珑的答应后 钱母就撒手人寰了 可怜的钱母一直到死 也没能见到儿子最后一眼 而钱私有得知母亲去世 作为天下十大笑脸 她肯定要做凯模装样子 竟然恬不知耻地跑来 和玲珑抢母亲的尸体 看见钱私有这个贪慕虚荣的人 玲珑气不打一处来 但她想钱母是愿意回府的了 于是两人达成一致 钱私有将钱母接回府风光发丧 发丧结束后再送回来 让玲珑按照钱母医院火化安葬 钱私有给母亲举行了风光大葬 连太师也参加了葬礼 在太师面前钱私有卖力哭泣 为了报警太师的大腿 钱私有连母亲的死都不再追究 竟然认贼作福 太师一行人走后 该唠的名声唠叨了 钱私有衣服一换发行一书 又变成了那个贪慕虚荣的人 在她身上哪还有半点丧母之痛 她交代小妾将母亲尸体送去给玲珑 出了门便去花天酒地了 真是白骨精化美女 人面鬼心呀 凄凉的月光下 玲珑一声笑一哭的伤心欲绝 她给钱母放上菊花 做着最后的告别 在玲珑眼睛瞎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是钱母给了她希望 让她体会到有人爱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而现在那个人为她而死 玲珑瞬间觉得她的天又塌了 将钱母火化后 玲珑按照意愿准备将骨灰放在枕头里 奇料打开枕头 竟发现里面有大量金银珠宝 还有钱母留的一封书信 信上写到逆子钱私有 虽然现在家财万贯 但必定会有受穷的那一天 届时让玲珑将珠宝一分为二 自己留一份 另一份给逆子钱私有 孩子再坏再不孝顺 都是父母的骨肉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奇料钱母一语成衬 钱私有竟然在一夜之间 变成了穷光蛋 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点击左下角看拳击 这个男人畜生不如 竟见母亲的尸体捞笑子名声 奇料葬礼一过 便将尸体送给养女下葬 转身便和胡同狗友花天酒地 殊不知胡同狗友设有圈套 就等着他自投罗网 我认为要断送一个人 只需要让他染上一种 是好 是好 是 是说 赌徒 你不知道赌徒的前箱子 没有上锁啊 钱私有和黄小伯两人臭味相投 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而导致他们决裂闹翻的原因就是钱 此前两人勾结成立的孝连院 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举孝连结束后 两人把孝连院改成孝连娱乐城 打出的口号是 灯红酒绿做孝子 吃喝玩乐当贤孙 正当两人日进斗金生意做的红火时 泰师发现自己私藏的孝金丢失了 他第一时间怀疑儿子黄小伯偷的 可黄小伯是坑爹专业户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将玲珑偷走孝金的事告诉太师 反而凭借一张三寸不烂之舍 洗清了自己的嫌疑 孝金丢失太师着急不已 让儿子赶紧把孝连娱乐城关了 别再给自己找麻烦 黄小伯虽然表面答应了 私下去懊恼不已 一旦娱乐城关了 财路也就断了 四世给他出主意让他退股 可他占股的那一半是关系们 说白了根本没投钱 他就玩关系 空入石退 无本万利 多合算啊 黄小伯一听觉得有理 当即找到前私有提出退股 并让前私有给他退十万两的退股费 前私有一听当场拒绝 开娱乐城的所有投资都是自己出的 凭什么你黄小伯要退股 自己还得到贴十万两啊 况且这娱乐城才开张没多久 本都没回来呢 两人没谈拢不欢而散 黄小伯爱财如命 仗着有权有势爱耍阴招 这件事情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妻子看出端倪 上前劝说丈夫少跟黄小伯来往 否则有一天要吃大亏的 前私有不仅不领情 反手就一巴掌打过去 随后还罚妻子坐在大人堡上 当一天一夜的秋千 倘若千秋上的铃铛声音断了 便打断他的腿 真是不听老人言赤亏在眼前 为了独占娱乐城的财产 黄小伯特意组了一场局 名义上是给前私有赔罪 实际上就是一个坑 还请来大女婿方为名 以及三女婿凌晨宇作陪 平日里这样的赌局他们也会玩 但是从不赌钱而是赌官职 此次黄小伯提出筹码是大量的钱财 前私有觉得有意思便参与了 起初黄小伯故意放水 一直是前私有赢 随着赌注几千两几万两的家 到最后几百万两 不一会的时间 前私有赢了五百万两 黄小伯毫不拖泥带水 当场将钱给了前私有 眼见时间晚了 赢了钱的前私有 想走了 可约上钩了 不就等着收网吗 黄小伯提出加大赌注 问前私有敢不敢赌 前私有觉得自己今晚一直在赢 一定红运当头 肯定输不了 当即压上自己和大小老婆 我所有的家当 这个加起来以后呢 是两千万两差一点 外加我那个黄脸婆 还有乖巧 还有我自己 这总共算下来 这个三千万两 差多了吧 好 那可是全部家当啊 小妾在一旁急忙阻止 可阻止无效 两人立下自举 还请一旁的凌晨与何方 为您作证人 赌局开始 前私有手抖脚抖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反观黄小伯十分淡定 再加上四十偷换骰子 前私有最终输了 那可是他全部家当 此时的他就是 翻白眼看青天 一无所有 反应过来的前私有 立马拍马屁 陪着黄小伯哈哈大笑 黄公子 又怎么说 我是前兄 你是黄公子呢 对不对 他还年幼 这游戏嘛 岂能当真的啊 是不是 前私有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黄小伯给前私有 指了两条路 第一去坐牢 第二立刻兑现赌注 前私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急忙求大姐夫帮帮自己 劝劝黄小伯 大家兄弟一场 不就是个游戏吗 可他不知道 大姐夫这个笑面虎 本来就是帮凶 不帮忙就算了 还嘲笑前私有 男子汉大丈夫 要敢作敢当 见大姐夫不帮忙 前私有急忙求助三妹夫 可三妹夫也无能为力 讽刺他贪心惹的祸 求助无门的前私有 犹如霜后的丘蚂蚱 浑身贪软 妻子闻声而来 恨铁不成钢 那身无分文的前私有 会坐以待毙吗 点击左下角看全集 男子被狐朋狗友 社局赌博 不仅输掉千万资产 连同自己 以及大小老婆也搭了进去 眼看男人就要沦为奴隶 还是押唤玲珑 用养母留下的精灵珠宝 将几人熟了出来 想到养母临死前 让玲珑一定要救救 弟子前私有 于是玲珑以前私有 病入膏肓 自己要救治他为友 要将前私有留下为奴 他没病啊 我没病啊 你还敢说你自己没有病 玲珑细数着他的条条罪状 把亲娘赶出家门 勾结太师陷害老岳父 连自己带老婆都输了个精光 你如果没有病的话 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吗 此时的他就是空手拍巴掌 一无所有 玲珑威胁前私有 倘若不跟自己走 就把他还给黄小柏 最终前私有心甘情愿 跟着玲珑走 给他当奴隶 刚到家玲珑 便让前私有跪在母亲一向前 拿起拐杖来得下马威 前私有不服气 抡起拳头就要还手 奈何玲珑武功高强 再加上手持拐杖 前私有不得不服 两人约法三章 对于玲珑说的话 前私有必须无条件服从赵祖 否则家法伺候 达成一致后 便让前私有早点睡觉 其料玲珑一转身 竟看到前私有爬到床上睡 玲珑一把掀开被子 床是你睡的吗 那我睡哪儿 外面有稻草 把他抱起来吧 破于玲珑的五粒指 前私有只能心不甘情 不愿地睡稻草 玲珑让前私有 枕在母亲的骨灰上面 这里面装着娘的骨灰 你怕什么 抱着他睡觉 就像躺在娘的怀里一样 你多幸福啊 母亲的遗像就悬挂在她的头上 天不亮玲珑便强迫 让前私有起床 而且自己收拾被褥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的前私有 何曾做过这些 使劲用脚踩上击脚 以此来发泄怨气 玲珑看他疲痒了 便举起拐杖 前私有立马乖乖听话 玲珑让他以后每天起床 都要对着母亲启示 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如若就习不该 天打雷劈 正所谓牛魔王学好 改邪归正 玲珑强迫前私有 乞讨百家饭为生 什么 你让我去讨饭 没想到玲珑比他脾气还大 一提家法伺候 前私有乖乖去讨饭 来到大街上 他习惯性的要去酒楼吃饭 听着小二热情的招呼 可想到口袋空空又退了回来 这时一群乞丐围着他要钱 一口一个钱笑脸大笑子 边说还边打起了快板 这通马屁让前私有很享受 可空空如也的口袋 愣是没办法打上 只能谎称自己没带钱 然后赶紧逃之夭夭 起料一转身 乞丐们一口同声嘲讽他 前笑脸铁公鸡 前私有街上赚了一天饥饿难耐 但始终不好意思开口乞讨 不禁感慨别求我三春雨 我求别人六月霜 求谁也不如求自己 当即走进当铺当衣服 想当初这件衣服可是花了一百两 本以为能卖个好价钱 结果遭到掌柜一顿奚落 只给他五两银子 明知道被坑了 但为了肚子还是拿着钱走了 起料他竟拿着银子花天酒地 还喝得烂醉如泥 一回家扩哨恶习不改 还是唤起玲珑 如此看不清形势 免不了遭到一顿家法伺候 挤棍子下去酒也行吗 招谁惹谁不行 偏要招惹玲珑这个小姑奶奶 在玲珑的逼迫下 前私有跪在母亲牌位前认错 并承诺下不为例 为了让他长教训 玲珑罚他跪到天亮 可他趁着玲珑去睡觉想偷懒 玲珑下了最后通牒 今晚不好好跪 就打断他的腿 让他一辈子起不来 前私有只能乖乖跪下 深夜玲珑研究孝晶 突然他发现孝晶阁层里 净藏着一幅治疗疾病的 非真取血法 他如获至宝 根据上面的方法抓紧苦练 希望能尽快学有所成 只好变成植物人的梁老爷 殊不知他的举动被四十监视 为了拿回孝晶 四十主动请鹰出战 可黄小柏又担心要是动起手来 玲珑把孝晶毁了 那麻烦可就大了 前私有 前私有可以帮我这个忙 那么为了得到孝晶 黄小柏又会设什么局 前私有会上当吗 点击左下角看全集 千万家产的富家少年 英赌博输光家产 竟沦落街头当乞丐 起初还放不下面子 但为了填饱肚子 只能不顾脸面放下身段 声音小了 腰也弯得更低了 最后直接跪在地上讨钱 突然一女子来到他跟前 抬头一看见是曾被他家暴的妻子 前私有没了脸赶紧逃走 却被妻子叫住 还给了他一定名字 此刻的前私有就犹如 光着屁股上房顶 不好意思 可钱还没误热 就被玲珑拿走了 你今天要是再空手而归的话 我就会用家法来伺候你 前私有被家法伺候怕了 只能乖乖地去讨钱 虽然前私有经常家暴妻子 但一日敷七百日恩 二小姐不忍心丈夫受此磨难 于是请求玲珑放了丈夫吧 二小姐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玲珑理解她心疼丈夫的心情 但玲珑明确拒绝了她的要求 并让她不要扰乱自己的改造计划 保证还她一个脱胎换骨的丈夫 前私有在乞讨时遇到了四室 便急忙躲着走 殊不知四室就是专程来找她的 将她前后夹击堵了个阵阵 二话不说便请她喝酒吃饭 酒足饭饱后 四室说出此行的目的 只要前私有从玲珑那里 把孝金偷出来 不仅全部家产归还给她 还让她在四室中挑选一个做小姐 一想到马上又能过上好日子 还能坐拥美人 前私有满口答应 当晚她带回来一个 放了迷药的馒头 谎称是自己乞讨来的 哄骗玲珑吃下 还在一旁端茶倒水 发自内心地感谢玲珑对她的改造 并承诺绝不辜负玲珑的一片苦心 前私有的改变让玲珑十分欣慰 就在她吃好准备休息时 突然头晕目眩 不宜会变昏倒了 前私有确定玲珑真的昏迷后 一抬头便看到母亲在钉钉着她 她走上前拜了拜 请求母亲的宽恕 自己这么做也是迫不对 只要拿回财产 去换千万家产 但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 将昏迷的玲珑抱到床上 给她盖好被子 玲珑 我真的实在对不住你 但是我没有办法呀 你放心 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 对不住了 前私有把孝金交给了黄小百 他幻想着对方把她的千万家产归还 岂料黄小百翻脸不认人 指责前私有背叛玲珑 是天底下最忘恩负义恶毒之人 而恰巧此时杀手照不住 正在炼制最毒的药 需要用到最恶毒之人的血做影子 黄小百当即把前私有 交给了赵不住作样影 就在黄小百苦恼如何处理孝金时 玲珑和暖云竟杀了进来 原来前私有拿着孝金前脚刚走 暖云便进了屋 看到昏迷的玲珑便叫醒了她 得知孝金丢失 猜测一定是前私有偷拿的 此前两人因为孝金闹了误会 暖云误以为玲珑认贼作父 肯定把孝金交给太师了 如今误会解除 两人当即去黄小百算账 玲珑凭借着出其不意 轻松点了四十的穴位 逼迫黄小百说出 孝金以及前私有的下落 黄小百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让玲珑相信孝金 已被父亲太师拿走了 得知赵不住要用前私有的血炼毒 玲珑决定要去救她 如此忘恩负义之人 暖云本不想相救 但好姐妹要去 她也只能同行 而此时的前私有 已经被赵不住连夜带到了孝泉县 无论她如何苦苦哀求 赵不住都不放过她 你这样恶毒的人 铁价真是太少了 我要用你的血 蝎子的尾 狼心 狗肺 一起煎熬 制成天下 无药可解的毒药 不要 鲁价你不要 那前私有的命运将会如何 点击左下角看全集 千万富翁伦为乞丐 还被人犯子鲁来放血炼药 一刀划下前私有直接被吓晕了 照不住将放来的一盆穴道入盆中 再添些柴火 眼看天下无药可解的恶毒伞 就要制成了 正当她得意忘形时 玲珑一行人赶来 照不住这样的毒药即将练成 不仅不慌不忙 还讽刺他们是来送死的 你说的话 就像你脸上的伤疤一样 我脸上的疤疤怎么了 你脸上的伤疤很漂亮啊 又歪又斜的 照不住勃然大怒道 你可以说我没才华 但绝不可以说我丑 气愤的照不住 当即和玲珑暖云打了起来 可两人合力也不是照不住的对手 玲珑还被照不住甩飞了出去 林天昊得知消息也赶了过来 见玲珑受伤急忙下马 加入了战斗中 玲珑浮起湿血过多的前私友 前私友则止了 只熬至完成的毒药 玲珑灵机一动 甩出绳子勾住药锅 使劲用力一甩 正好砸在了照不住身上 照不住立马痛苦哀嚎 下一秒便死翘翘了 他真是迎风吐唾沫 自作自受 看着断气的照不住 暖云感慨着要真毒 这人 比这药还毒 经历了朋友的设计和背叛 以及命悬一线的恐惧感 前私友真心地跪在母亲牌位前唱会 玲珑见他真心悔改 便将母亲留下的枕头拿出来 把装油骨灰的盒子交给他 让他将其安葬 毕竟这是母亲临终前唯一的心愿 玲珑倒出枕头里 当初赎前私友后剩下的钱财 说这些都是母亲留给他的 这一刻前私友彻底悔 真是久醒不见烤牛肉 悔之莫及 此刻才意识到以前自己真不是人 他拿起母亲生前的拐杖 主动让玲珑打他 可他已经真心悔过 玲珑不愿在家法伺候他 前私友又让妻子打 不仅妻子不愿打 在场的人谁也不愿意 看着母亲的遗像 前私友拿起拐棍自己动起手来 打得内叫一个狠 母亲十月怀胎 历经千辛万苦生养了他 可他做了些什么 副甲一方却把年迈的母亲赶出家门 从未真心经过一天孝道 不仅任贼作父 还用母亲的尸体捞名声 意想到自己做的这些事 简直是畜生故如 母亲活着时舍不得打他 现在他为母亲打自己这个不孝子 对不出您啊 前私友边流泪边扇着耳光 求母亲原谅自己 直到妻子上前劝说 他才起身 好朋友们纷纷给他加油打劲 虽然人生难免走错路 但是如今迷途之返 一切都还来得及 朋友以及妻子的不计前嫌 让前私友明白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他真诚地向妻子道歉 并许诺不论未来倾庭或者富贵 都会一辈子对他好 次日前私友尽心尽力地照顾 成为植物人的岳父 擦身体按摩样样亲力亲为 闲暇时还给岳母捶捶腿按按呗 我早说过 私友可是个孝顺的好女婿呀 就在这时大姐拿着包袱 泪眼婆娑地回来了 母亲见女儿一个劲地哭 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女儿从包袱中拿出一纸修书 原来大女儿想念父亲 便向丈夫方为明请示 想回家照看植物人的父亲 可丈夫如今是太师的狗腿子 他知道太师对岳父那是棺材店里咬牙 恨人不死 因此当场拒绝妻子的要求 可妻子还想聚力力争 就带着修书一起回旋 从此以后不要踏进我方家大门 大女儿也终于硬气了一回 带着一纸修书回了娘家 另一边皇上给三女婿林晨宇 以及大女婿方为明升了官 林晨宇身为一品内阁大学士 方为明为一品力部和户部尚书 两人可谓皇上身边的红人 可太师却意识到了危机 以前提拔官吏皇上都会找他商量 可这次直接就颁发圣者 太师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 便想将林晨宇和方为明紧紧抓在手里 父子俩一起分析 林晨宇属于书呆子 比较容易控制 反而是方为明 野心极大不好拿捏 爹 我还真有一办法 能让方为明 牢牢钻在爹的手里 把我妹妹嫁给他 让他当了你的女婿 那他永远不就是爹您的儿子了吗 那太师的千金大小姐 又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点击左下方看全集 这个渣男丈夫 为了攀附权贵 竟然狠心修掉糟糠妻子 太师为了拉拢他 在他刚离婚之际 便想招他为许 老夫 年事已高 有意 把这朝中的重大件件的交付于你呀 将来你可是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岳父大人在上 受小续一败 方为明为了升官发财立马答应 玲珑一行人得知此事后 赶紧坐在一起聊上八卦 俗话说鱼找鱼虾 方为明和黄思宇两人是天生一对 可玲珑却说他要阻止黄思宇嫁给方为明 想当初他到太师府出来炸爆 黄思宇对他百般照顾 虽然后来两人因同事爱上迎天好而闹烦 但黄思宇对玲珑的这份情 他一直都记得 于是玲珑找到太师夫人 说方为明抛弃妻子 不能让他的女儿黄思宇 嫁给方为明这种卑鄙小人 太师夫人也是床满家庇毛骨 有苦说不出 毕竟这桩婚事是太师决定的 玲珑让太师夫人按照他说的做 一定能毁了这桩亲事 太师夫人按照玲珑教他的 先是叫来方为明 说自己女儿有怪癖 平日里嚣张跋扈习习惯了 让他先去见见 能忍受再娶也不迟 而另一边暖云找到黄思宇 劝他不能嫁给方为明这个势力小人 因为方为明并不是真心实意要娶她 而是看中了太师的权势 一旦太师下台 方为明也会像抛弃自己姐姐一样抛弃她的 黄思宇本来就不喜欢方为明 都是自己父亲的剃头刀子 一头热 听闻暖云有办法可以阻止这种婚事 便满口答应配合演戏 而方为明如约来到黄思宇的闺房门口 却被玲珑一行人扮得丫鬟为难 我们家小姐有个规矩 如果要见我们家小姐的人呢 必须脱下红袍 摘掉乌纱帽 爬进来 放肆 我乃朝廷堂堂一平大员 怎么说爬就爬 玲珑讽刺他 既然放不下上书大人的面子 那就请回吧 为了高官厚禄 方为明能屈能伸 当即摘官帽脱官服 跪在地上一步一步爬进黄思宇的闺房 边爬海边自由自语 人这一生就是不断地爬呀爬 爬到权力的最顶峰 方为明爬进屋后 紧接着便开启了第二轮的戏弄 黄思宇说想娶自己可以 但是必须无条件服从自己 为了报得美人归 方为明违心地表达着 欺命就是天命 如有违背天打雷轰 这话一出直接遭打脸 毕竟前妻就是顶撞被修的 又怎么可能无条件服从吗 他算什么 最臣之女也草一颗 小草一起相提并论 这话说的可就厚颜无耻了 不仅背后骂自己的妻子 连同岳父也一起骂了 黄思宇一声抄家伙 丫鬟们手持棍棒 直接将方为明围了起来 可他竟然还分不清形势 自诩是太师傅姑爷威胁丫鬟们 殊不知揍的就是你 一打他忘恩负义 不忠不孝大逆不道 二打他攀龙负风 仗是欺人的奴才样 这话一出方为明不服气当即狡辩 说当今世上除了皇上 谁不是奴才啊 你爹是大奴才 我是小奴才 如此狡辩免布的又是一顿暴揍 三打他狗改不了 吃屎作恶多端 不见棺材不掉泪 几个回合打下来 方为明已经被打得神好鬼哭 丫鬟们假意好心扶他上座 起料脚一踢 屁股摔得那叫一个疼啊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方为明哪里还敢取黄思宇啊 抱着衣服逃之夭夭 就害怕又被暴揍一顿 千雪 千雪 你这是怎么了 后面一只老虎 老虎 一只 母老虎 这么一闹这桩婚事彻底泡汤 太师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 得知夫人参与了破坏联姻之事 便跑来一通抱怨 可夫人早就对她有怨情 指责她为了全室抛弃鲸骨肉 可是我们的儿子当上皇上了 皇上 应该由皇上的儿子去当 你把皇上的儿子变成我们儿子 你让我们儿子去当了皇上 殊不知这些惊天秘密 被在屋外的废柴儿子偷听到 那么得知自己身世的黄小白 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点击左下角看全集 顽固子弟从爹娘的争执中 偷听到惊天秘密 自己原来才是真正的皇帝 而当今皇上才是爹娘的儿子 得知真相的皇小白震惊之语 一遍又一遍地呢喃着 我是皇上 我是皇上 此事误以为主子疯了 皇小白便将事情来龙去脉一一告知 几人商议后一致认为此事不能声张 否则皇上和太师知道了 就是蚊子找蜘蛛 刺头罗网 为了夺回皇位只能从长计议 皇小白盘点朝中哪些人可以帮他 一番思索后确定了 凌晨宇和方维明是最佳人选 因为凌晨宇是真君子 如果他知道了离猫换太子 就可以利用他的忠心拨乱反正 而方维明是假君子 有着无限的欲望和私心 只要承诺给高官厚禄 方维明一定会帮自己 别看皇小白平日里吊锅 没想到人性的弱点 竟然被他分析得如此透彻 但是有了方维明和凌晨宇的帮助还不够 这些事情还得瞒着太子和皇上去做 而将自己真实身份 告诉太后的最佳人选非玲珑莫属 因为玲珑是太后的救命恩怨 于是皇小白主动向玲珑示好 他得知玲珑正在想办法为梁尚书治病 便将孝经里面的药方以及真酒服交给玲珑 你把它给我 为什么 你不要保想那么坏吗 人之初 性善 根据药方上的指示 药想治好成为植物人的梁尚书 需内服草药外用孝经 每次喝完药后 药油儿女和梁尚书说话 需十年之酒方能痊愈 夫人一听要这么久 再看看身边围着的这群女儿 便决定放弃不治了 还谎称是不信任玲珑的药方 即使玲珑跪在地上恳求 夫人依然不松口 打发儿女们走后 夫人坐在丈夫的身边倾诉忠常 她不是不信任玲珑的药方 而是治这个病要十年啊 三千六百多天啊 这期间女儿们一刻也不能离开 要随时侍奉身旁 如今大女儿和三女儿都被修了 小女儿和玲珑都未成家 仅有二女儿夫妻恩爱 但也已经家财散尽 如果女儿们十年如一日守着丈夫 十年后丈夫的病治好了 那也是古稀之年了 可女儿们的青春都耗费了 我是怕耽搁孩子们的幸福 夫人以前自私自利闲贫爱抚 但经历了生活的磨难 早已经把子女的前程 以及家人的幸福优先考虑 而她不求别的 只求丈夫活着 哪怕只是喘着一口气 哪怕永远醒不过来 只要能天天守着对方 就心满意足了 母亲的肺腑之言 被门外的女儿们听到 女儿们坚持要给父亲治疗 最终以孝心感动了母亲 次日起 女儿们每人一天轮流照顾父亲 他们拉着父亲的手 把昏迷的父亲当作大树洞 把曾经不敢说的 无处可说的纷纷和父亲倾诉 大女儿倾诉着对丈夫的思念 虽然她被羞了 但还是希望丈夫洗心革面 因为她怀孕了 轮到二女儿时 她为曾经将父母赶出家门而道歉 虽然现在一贫如洗 但夫妻恩爱她很满足 三女儿倾诉着对丈夫凌晨雨的思念 她始终不相信丈夫是无情之人 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轮到小女儿时 竟不知道要和父亲说什么 一番思索后便可怜起富起来 说她朝廷上被皇上管着 回到家里又被失利严老婆管着 这一辈子活得累不累啊 爹 你说你这一辈子 活得惨不惨呢 终于有个女儿说到心坛里了 昏迷的梁尚书 竟然奇迹般的眨了下眼睛 轮到玲珑时 她倾诉着对亲生爹娘 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没找到爹娘时她心里苦 可找到以后心里更苦 她不明白亲生爹娘 为什么竟是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说着说着 昏迷的老爷竟然奇迹般的苏醒了 在玲珑一段时间的精心调理下 老爷能下地走路了 还收了玲珑为义女 一家人围在一起其乐融融 玲珑治好了梁尚书 这简直是奇迹 皇上听后有意照她进宫为太后治病 但考虑到以前曾处罚过玲珑 担心她已愿报德 范为明为了帮黄小百抢回皇位 让玲珑见到太后 不惜以自身担保促成此事 传旨 叫玲珑即刻进宫 臣领旨 那玲珑会帮黄小百夺回皇位吗 点击左下角看全集 女孩医术了得 治好了太后多年的晚纪 太后一高兴 竟然收为义女 当父母的都操心儿女的婚姻大事 太后也不例外 得知玲珑和云天号还没有成亲 便为两人做主 让他们择日完婚 乃姻儿 啊 有没有人追求你啊 太后一听好事成双 当即让暖云和黄小百一起成婚 说到这个黄小百 他可不是太师的儿子 在剧中有两个黄小百 一个是太师的儿子 他肩炸脚滑长得肥头大 而另一个是酒楼的老板 长得尖嘴猴腮 为了去别就叫他受黄小百吧 当初被抄嫁暖云无家可归时 是他收留了暖云 在朝夕相处中爱上了名模浩齿的暖云 得知暖云一直喜欢的是云天号 他从未抱怨过 一直待在暖云身旁默默守候 最终他用真心抱得美人归 而太师儿子黄小百 得知暖云和玲珑成为公主 并且被太后赐婚 那真是膨胀的皮球 一肚子气 想当初他和暖云是有婚约了 而且差点强制性娶了玲珑 这下好了两个美人都跑了 看着喝得鸣顶大醉的儿子 太师给他出馊主意 暖云的未婚夫叫黄小百 你叫什么名字 我 反正太后又没有说赐婚给哪个黄小百 这不明摆着让儿子去抢婚吗 大婚当天两位新娘子 患上凤冠侠配 简直美若天仙 两位新郎官也是帅气逼人 就在这时候黄小百一身喜富前来 两个黄小百争着抢着艰难云 众人纷纷佩服黄小百 真是脱裤子打老虎 既不要脸又不要命 众人半天僵持不下只能去见官 求见老爷帮忙主持公道 小县令何时见过这么大阵场 又是公主又是驸马 还有当朝太师的儿子 其实他能得罪得起的 安抚好一行人 县令查阅古籍想办法判案 终于找到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 就是让两个黄小百抓究 谁抓到有字的字条 就谁迎娶暖云 混官 混官 我让我爹把你的官 一个个都大有来头 县令求放我 这案子断不了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太后闻风而来 一开口便问罪暖云 赐婚的时候没说清楚 是哪一个黄小百 这可是犯了欺君之罪 按照律法的流放 念在他年幼的份上 便从轻发落 免除他公主的身份 永远不得再进攻 暖云气愤之下 当场脱了凤冠侠配 破公主的头衔还不稀罕呢 可玲珑却劝他不要着急 好戏还在后头呢 果然黄小百一听 暖云被免除公主身份 顿时打了退堂鼓 当众表态 不会娶暖云这样不忠不孝之人 而反观受黄小百 他不在乎暖云是什么身份 公主也好平民也罢 他爱的是暖云这个人 两个黄小百一对比 谁才是暖云的最佳伴侣 便一目了然 这事黄小百才反应过来 太后是射套给他钻呢 羞愧难当之下便跑着离开了 这场同名同姓的大乌龙 终于圆满解决了 几经磨难玲珑暖云 分别和自己的心上人成婚 新婚之夜一对新人在开心洞房 而另一对玲珑和云天昊 竟然还在练功 率小伙洞房花竹叶 新娘竟拿他当练针灸的小白鼠 由于走错了学位 云天昊露露出痛苦的表情 玲珑见状赶紧撤走 魅力拔出银针 趁着玲珑收针之际 云天昊起身穿好衣服 急忙上前询问 媳妇练得怎么样 没事吧 我觉得真气应该再强一些 我能力不足 还需要再练一段时间 自从玲珑医治好太后的腿脊 便受太后委托 让她医治封了十八年的皇妃 但玲珑对针灸针法还不熟悉 便拿新郎官云天昊来练习 就在两人讨论如何精进针法时 黄小白找了过来 把自己是皇子的今天秘密 告诉了玲珑 希望她能医治好得了封病的皇妃 因为皇妃当年参与了离猫换太子 只要皇妃清醒过来 再加上玲珑向太后秉明事情原委 一切就可以真相大白 可玲珑和云天昊却犯了难 当今皇上侍卫明君 如果让黄小白做了皇帝 他一定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 此时关系到设计江山 云天昊和玲珑暂时做不了主 便决定回家和养父梁尚书商量 起料回到家竟然发现凌晨宇也在 原来凌晨宇当日高中壮业休妻 是提前和岳父商议好的 为了取得太师信任便假戏真做 如今他已经搜集全太师的罪行 才深夜来到梁府 向妻子和岳母说出了原委 妻子本就不相信丈夫是薄情寡义之人 如今得知真相才明白了丈夫的苦心 也算守得云开见月明 众人一起商议决定将皇小白 是流落在外的皇子仪式告诉太后 但最终皇上到底由谁来做 决定权交给太后 为了让太后幸福还得拿出证据 当年礼貌换太子参与的人 有太师夫妇 沙公公以及皇妃 皇妃已经疯了 而太师夫妇肯定不会主动认罪 那就从老太监沙公公身上下手 对啊 那咱们就拿那个沙公公开刀 深夜沙公公被迷运带到太后跟前 众人一起审沙公公 见众人都在以为太师也招供了 沙公公供出了18年前偷龙转凤的事情 18年前太师的妹妹皇妃 和皇后同时怀孕生子 皇妃本想靠着肚中的孩子 争夺太子之位 起料竟生下一个女儿 皇妃娘娘的美梦落空 于是太师便用自己刚出生的龙凤胎儿子 替换了皇妃的女儿 可是没想到皇后 也就是当今皇太后也生了的儿子 那就理所当然成了太子 这样一来太师换进宫里的儿子 根本没希望成为太子 于是太师和沙公公合作 让沙手照不住将皇后的孩子抢走了 然后将孩子送给了太师 礼貌换太子发生后 皇妃娘娘一来想念亲生女儿 二来觉得特别愧疚 整日噩梦缠身犯了疯病 先皇便让云天昊的父亲云大夫替其治病 皇妃娘娘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便将换孩子的事情告诉了云大夫 太师认为云大夫将这些秘密 都记录在孝经里 于是派沙手照不住 杀了云大夫抢走了孝经 沙公公知道孝经的价值 于是花高价从照不住手里买了半本 准备献给皇上 起料再送孩子当晚孝经丢了 正好被梁尚书捡到 这也就是为什么孝经一分为二 梁尚书和太师手里各有半本的原因 云天昊根据沙公公所述 写下其罪状并让她签字还牙 沙公公走后太后露出真容 竟然是暖云 得知沙公公已经招供 太师名面上并未责怪她 还安抚她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背地里却杀人灭口 派人将她吊死在房梁上 造成畏罪自杀的假乡 太后看到沙公公的供词 虽然十分震惊 但还是第一时间告诉了皇上 得知真相的皇上 犹如半夜敲钟放鞭炮 一鸣惊人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亲生父母 竟然是当朝太师夫妇 虽然皇上不是真正的皇子 但太后却不希望他退位 因为太后打听过 皇小柏是一个狭隘自私奢侈荒淫的人 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皇上吗 为了天下苍生 娘不希望你退位 那么皇上会做何抉择呢 从未见过如此悲催的皇上 在位十年 竟发现自己是个冒牌货 而真正的皇子皇小柏 却流落民间成了平民 皇上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是否将皇位还给皇小柏 于是询问最信任的奸臣方为民 以及凌晨与两位大臣的意见 方为民收了皇小柏的好处 自然要帮对方夺回皇位 便劝皇上退位 皇上 你若不退位 定家留得夺权篡位的千古骂名啊 皇上 而凌晨与则持不同意见 皇家血脉不重要 天下人的安乐最重要 皇上以孝之天下 定能治出一个太平盛世万古流芳 两位大臣瞎子摸象 可说个有理 皇上一时间更加难以抉择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太师匆忙而来 要和皇上父子相认 他告诉皇上自己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当年用他换皇妃的女儿也是迫于无奈 这么多年来一直辅佐皇上 明明儿子就在眼前 却不能相认 自己也十分痛苦 为了寻求儿子的谅解 太师使劲扇着自个耳光 太师痛哭流涕 为当初礼貌换太子的事后悔不已 也不知是真后悔 还是为了营造慈父形象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皇上做不到狠心对待 于是一步步走向太师 喊出了那句迟来十八年的老爹 爹 父子俩相拥而弃 仿佛要把这十八年来的委屈都哭出来 任亲结束后 太师千叮嘱万叮咛 让儿子千万不要退位 以自己在朝中的威望 所有的大臣都会继续拥护你 即使你不是皇室血脉 那又有什么关系 谁要是敢反对 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自己一定全心全力地辅佐 让你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世相传 而另一边太后也和亲儿子黄小百见面了 虽然黄小百生名狼藉 但毕竟那是十月怀胎 瓜熟地落来的 一出生就被偷走了 太后都没来得及好好看看儿子 一眨眼十八年了 儿子都这么大了 太后颤抖着双手轻抚 儿子肥头大耳的脸庞 母子俩也顺利认了亲 黄小百请求太后帮他夺回皇位 张口闭口大骂太师这个黄老贼 直言只要自己登基 第一个饶不了的就是他 言语间丝毫不顾及 太师对他的十八年养育之恩 随后皇上找到太后 提出自己要退位给黄小百 太后没有和黄小百相认之前 他是尊重皇上的决定的 这个皇位皇上想当就当 不想当退位也可以 可黄小百这么一来 太后看出来黄小百自私狭爱 并非皇上的最佳人选 一旦江山社稷交到他手里 天下苍生将会多苦难 所以太后希望这皇位 皇上继续坐下去 娘 皇上要不是隆重隆脉 名不正 言不顺 就会君将不君 臣将不臣 国将不国 就会天下大乱的娘 而且如果自己继续当皇上 太师的势力将会越来越大 一旦太师鞠躬自傲 结党隐私 自己又该如何处置 毕竟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皇上一副鲤鱼吃秤铜 铁了心肩持要退位 太后无奈之下只能同意 而另一边太师父子俩再次见面 起初两人还装模作样 一副父子子笑的场面 可一顿寒暄过后 两人提到皇位的事情 父子俩也不再演戏了 各自亮出了自己戴的贴身保镖 你真不愧是我的儿子呀 你真不愧是我的亲爹 为了权势地位 父子俩彻底撕破大脸 不再顾及十八年的养育之恩 以及父子之情 被逼无奈之下 让位仪式开始了 皇小百终于要认祖归宗了 只见他穿上龙袍 跪在列祖列宗排位前 发誓自己一定会当一个好皇帝 正当太后要把拥有权势地位的玉玺 交给皇小百时 暖云和玲珑闯了进来 皇后他不是您的儿子 皇上就是您的儿子 废柴少爷穿上龙袍 就要认祖归宗当皇上 突然玲珑和暖云闯入大殿 说他根本不是皇家血脉 你不能听说 皇小百 你想当皇上是吗 真是可惜呀 你不是龙肿 你不在龙脉呀 暖云 玲珑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我就是证据 来人真是太师的妹妹皇妃 十八年前她与太师 一起谋划了一场 离猫患太子的阴谋 事后阴窥就整日噩梦缠身 犯了封闭 而玲珑用妃针取穴的功法 使得皇妃娘娘恢复了神志 皇妃娘娘当即告诉太后 皇上是太后的儿子 而皇小百就是太师的亲儿子 当年皇妃为了争权夺势 用刚出生的女儿 换了太师的儿子 谁知太后也生了个儿子 于是太师让杀手 把太后的儿子偷出来 起料惊动了大内侍卫 杀手没办法 带着皇后的儿子全身而退 只能将孩子暂时 放在皇妃请宫 让皇妃代为赵武 代守卫松 邪后沙公公自会来带走 可当沙公公来带走孩子 准备将孩子送出宫时 看着床上的两个孩子 皇妃却起了私心 既然要留也应该留下 真正的龙主 于是调换了两个孩子的宝贝 将太后的儿子留了下来 又把太师的儿子还了回去 真是草帽子端水 地场空 所以换来换去什么也没换 皇上还是真皇上 皇小百还是太师的儿子 可除了皇妃 所有人被蒙在鼓里 尤其是太师 还以为沙公公 给他送来的是太后儿子 这下太师家一共有三个孩子 分别是龙凤胎女儿玲珑 以及妹妹黄妃的女儿黄思雨 还有亲儿子黄小百 可他们喜的龙凤胎之事人尽皆知 次日朝中大臣就会上门道贺 多出来一个女儿可咋办呢 于是便将亲生女儿玲珑抛弃 幸好被路过的梁尚书捡到 并将玲珑抚养成人 如今真是新郎官皆盖头 真相大白了 黄思雨也和黄妃母女相认 眼看触手可及的皇位不翼而非 黄小百顿时失去了理智 真是进了棺材还顶嘴 此不服气 她是太师的妹妹 她就是想让太师的儿子坐在皇位上 玲珑便提出滴血认清 让太后和皇上的血滴在一个碗里 而黄小百和太师的血放在另一个碗里 如果是亲生骨肉 血就会相容 随着四人滴完血 看到血液相容那一刻 此刻真是一个头子至七点 出人意料 你 我怎么会是你的儿子 你 你真是 我印象 而这样的结局 最高兴的莫过于太后和皇上 多年的养育之恩 皇上早把太后当成亲生母亲看来 没想到多多转转太后真是自己亲娘 看着人家兴高采烈的认清 黄小百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疯了尸的抢夺玉玺 嘴里还一直喊着我才是皇上 这真是脑袋系在风车上 找死的节奏 太师见儿子发疯 一个耳光打过去 我是龙主 皇上是我 可黄小百依然不管不顾大喊大叫 皇上当即让玉林军将其拿下 随着大批玉林军闯入 忠心的四使拼死保护黄小百 虽然玉林军人数众多 但四使也毫不逊色 一时间两方人马势均力敌 混战中挟持了太后 皇上只能让玉林军退下 我是皇上 我是皇上 玲珑和暖云对视一眼 默契的两人开始了营救计划 暖云走到黄小百跟前 凭借一张三寸不烂之蛇 和黄小百打嘴杖 以此来吸引众人的注意力 而太师深知儿子这么一闹 肯定无路可退 竟然偷偷地溜了 还直言这是老鼠舔猫鼻 不死不行了 而玲珑则准时击出其不意 一掌劈开色使的手救下了太后 有了玲珑和暖云的援助 四使哪怕武功高强 也是打得力不从心 暖云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挟持了黄小百 忠心的四使只能束手就擒 眼见大势已去 黄小百急忙跪在皇上面前磕头认罪 手中抢来的玉玺 赶紧硬塞给皇上 还将一切责任推给太师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 皇上下旨将其押往天牢等候发落 并让玉玲均速去缉拿太师 玲珑见状急忙跪求太后放过太师父子 毕竟那是自己的亲爹和哥哥 可一旁的方位明确添油加醋 太师父子大逆不道 罪该万死啊 他们做了不少罪孽 太师父子罪不容数 是啊 那么玲珑又要如何救爹娘呢 点赞关注看大结局 女孩苦寻亲生爹娘十八年 好不容易找到了 可爹娘却犯下滔天大罪即将问斩 玲珑泪如雨下请求太后放过爹娘 太后念在她多次相救的份上欣然同意 可一切还得皇上做主 几人殷切地看着皇上 皇上主张已孝至天下 而玲珑如此孝顺正合他意 一番思考后 下只免太师一死 超眉家产贬为庶民 太师十分冷静地看着收藏了一辈子的古董 以及和金银珠宝被带走 不禁感慨花开花谢岁月匆匆 到头终究是一场空啊 此时眼神不自觉地看向作为下面的暗格 只定是心里揣着一个小算盘 打着小九九 仿佛暗格面藏着罕见宝物似的 而钦差并未注意到如此隐秘的角落 一行人走后他急忙打开暗格 拿出藏在里面沉甸甸的箱子 打开一看竟是一箱金元宝 要不是我位于绸缪 哪能存下这些家底儿哟 怪不得抄家的时候一脸淡定 原来是私藏了小金库 只要还有这些大金元宝 即便被抄家了也不会过苦日子的 喜料夫人走进来 你算不过你那宝贝儿子 拿起金元宝就在箱子上摩擦 没想到金元宝瞬间变成了千块 太师不信这个邪 挨个拿起金元宝摩擦 所有的金元宝都是度了金粉的千块 而这一切都是他的宝贝儿子所为 黄小百爱财如命 每次都会用涂了金粉的假元宝偷换真元宝 每次偷换一点 太师的金元宝已经全部被他换光了 儿子呀 我的宝贝儿子 真是妥妥的坑爹专业户啊 太师垂胸顿足 自己一生为了争权夺利抛弃儿女 没想到最后输在了儿子手里 真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此时身在天牢的黄小百 还不知他父亲想杀他的心都有 虽然他落难了 但酒色才气四十对他忠心耿耿 愿意陪他一起共赴黄泉 暖云和玲珑前来探望 黄小百误以为对方 是来看他笑话的不愿相见 其料两人倒好酒后便进四十 敬佩他们的忠肝义胆 但同时也看不起他们于衷 天天跟着黄小百干坏事 是非不分黑白不变 一饮而尽后玲珑重新倒了两杯酒 静止走到黄小百跟前跪了下去 直言你犯了国法自有国法来处置 可是你毕竟还是玲珑的亲哥哥 玲珑 敬哥哥一杯 你你是来给我送行的 我是来认哥哥的 玲珑的一声哥哥让黄小百破防 兄妹俩碰杯后一饮而尽 就在这时圣旨道 黄小百最大恶极本该凌迟 念在妹妹玲珑求情免除一死 有酒色才气四十陪伴 每日抄血孝惊自毁 这下脑袋不用搬家了 黄小百真诚地感谢皇上的恩典 信信自己还活着 活着比什么都好 一转眼梁尚书的寿臣又到了 女儿女婿们纷纷到来祝贺 经历了被罢官中风瘫痪 看透人情冷暖到如今儿女绕袭 即使女儿女婿们两手空空 而父母却显得异常高兴了 而不速之客大女婿的到来 瞬间打破了其乐融融的氛围 原来她结党营私扰乱朝纲 被皇上罢了官并且永不录用 无处可去的她只能厚着脸皮回来 寻求岳父岳母的原谅 想当初她将二老赶出家门 如今二老直接选择视而不见 她又求妻子的原谅 一日夫七百月恩 妻子见她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新生故人 况且她已经怀孕了 也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便替丈夫说话 拧差一座庙不回一桩婚姻 父母也选择了原谅大女婿 败售开始了 另一边太师夫妇罢了官抄了家 没积蓄没有依靠的人 竟然沦为了乞丐 老两口搀扶着走在大街上又冷又饿 看见卖烧饼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老板见他们可怜拿了个饼给他们 老两口找个没人的地方 将烧饼一分为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太师为了权贵一生都在算计 吃过无数山珍喊味 看看碗里的烧饼 再看看陪着她吃苦受罪的夫人 不禁山然泪下 真是床班冯凤家屁股 有苦讲不出 此时玲珑和云天昊在远处 看着父母沦落至此 跪地求父母跟他们回家 老两口没脸见亲生女儿 纷纷背过身去 虽然太师是云天昊的杀父杀母仇人 但为了和玲珑在一起 她还是选择原谅太师 这才和媳妇一起来请岳父母回家 而太师却无地自容 她做了那么多坏事 为了权势地位差点杀了亲生女儿 没想到玲珑还愿意认她 看着痛哭流涕的父亲 玲珑一步一步跪走到她身旁 一声又一声地叫着爹 太师最终将女儿拥入怀里 一家四口相拥而泣 最后小编想说 作为父母不要偏心 因为您的偏心 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不肯磨灭的伤害 而作为子女 父母在 人生上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下归途 趁我们未老 趁父母还在 多陪陪他们 别让等待留下永远的遗憾 有结局的是影视 没结局的才是人生